我因膀胱过于膨胀 导致功能调节时常穿越到修仙界 好在觉醒收徒最高万倍反馈系统 弟子们不但各个貌美如花 而且还是红色气韵加深 可徒儿们居然恨不得把我抽筋扒皮 上辈子我到底做了什么孽呀 此刻的我正在见踪遇见飞行 玉树临风的我引得下方一众美女弟子尖叫 五长老你去干什么呀 我邪美一笑 收徒弟去了 这些肤浅的人只看到我的帅 明理我实力也超乎的好吗 此时系统提示 居然是红色气韵之子 系统还是第一次给我推荐这么牛逼的人 不枉我狗到现在 果然给我憋了得大的 随后我打开系统人物介绍 居然是SS2 最重要的还是绝世卢典 啊呸 我所追求的可是纯洁无瑕的男女师徒之情 系统误我呀 这货哥这叠棒了 就差把天之交女印在脸上了 我 回事我来了 而此刻我美女徒弟居然被一个光头男压在身下 就在光头男欲行不轨之事的时候 我这个老六出现不讲武德来了的偷袭 英雄就没怎么能缺少的了我这个帅哥呢 妹子我见你父母已逝 家宅敬毁 无乃建宗五长老 苏北 你可愿归入仙门 拜我为师 他竟然是建宗仙门苏北 怎么思考如此之久 你若不愿意你我就原近于此 浅示一下激将法 可不能真给他放了 毕竟如此顶级天赋的徒弟出现 我还怕系统不给我好奖励吗 随后妹子露出阴险的表情 我愿意加入建宗 拜您为师 师尊在上 乌尔肖若勤拜见师尊 虽然高冷了点 但是还挺尊师重道的吗 随后系统奖励了我一次全能十连 这才是身为主角该有的配置 可下一秒我便一脸黑线待在原地 气韵之子就给我这 难道是我抽卡的方式不对 突然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获得传说级奖励 头衔 天命之子 恭喜宿主幸运值已经达到上限 还是你上岛 这才对吗 好了 先和维师回宗门吧 日后学成 维师亲自陪你报今日之仇 乌尔你既然入了仙门 那维师便有些事需要你记住 仙道茫茫 须脚踏实地 不要妄想天上掉陷阱 也没有那么多的英雄出头的机会 可以让你碰上 然而下一秒我便被光速打脸 维师的意思是说 即使天赋异离 但也没有那么多绝世功法能被你碰到 哈哈 我胡汉三居然拿到了降龙十八万张 我丢 居然又被打脸了 总之修仙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 无论你实力多高 命起多好 但最重要的一定要给维师活着 不错不错 如此可教义 以后你就是我剑宗不剑锋的清传弟子了 剑宗我终于又回来了 这一世我一定要将送你苏北归西 穿越到修仙界成为无数妹子心中的绝世帅哥 就连我的师姐都对我爱慕已久 没办法谁让哥是修仙界的颜值添花板的 此刻的我已经带着我的徒儿回到了剑宗 胡长老 大长老喊你去开会了 于是我一个急杀便停了下来 告诉大长老我这就过来 你先随为师配剑回不见风 师尊开王会就回来 好的那师尊早点回来我等你了 奇怪这个苏北怎么和前世的黑脸大魔王不一样 对了 桌角好像变了本练器功法你先看着 记住千万不要碰威师放在桌上的瓶子 而我回剑宗就被一众女弟子包围 没办法谁让哥太帅了 随后我便打开系统查看我的属性有没有变化 说好的收图万倍反馈呢 毛线变化都没有 还是以为是个角色扮演系统 没想到居然是个养成类系统 一个月以前 因为变尿导致膀胀炸裂 穿越到修仙界成为剑宗吴长老 不但实力逆天而且俊美无双 还觉醒了收图万倍反馈系统 本以为从此要走上人生巅峰 可现在才发现这系统真是个大骗子 而就在此时身后突然有人叫我 小北北你终于回来了 原来是大长老为人平心 大世界我要窒息了 二长老习轻一此时说道 还请大长老注意点影响 哼 老封剑 小北北小时候换尿布都是我换的 他身上的零件我那个没见过 换看你们像什么样子 堂堂剑宗大长老居然用凶寸吴长老的脸 而堂堂吴长老居然成日迷醉在你弟子中 还有老六女 身为剑宗六长老居然是个九盟子 你们好意思吗 六长老君无限缓缓睁开双眼 五师兄你努努力啊 你看看我都已经反须前期了 话音刚落 哼的一声就被二长老踩在脚下 反须前期你很骄傲吗 我们可是九八五宗门 哪有九八五宗门长老修为在反须中期以下的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剑宗长老都很和睦 不像其他宗门勾心斗角呢 好了 言归正传 我们来说说本届招心大会的事情 每五十年一次的新生招纳大会 真是想啥来啥 难道系统还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本次大会的负责人肯定要实力强大 而且要有本多的时间来组织招心 最后口才一定要好 不然好苗子都被其他宗门的人抢光了 那师妹我就不推诿了 在座的人可能也就只有本尊有这个实力负责我们剑宗的招心大会了 正好可以借助此次招心扩大我最剑宗的实力 到时候恐怕下任宗主就只有我可以胜任了 可就在此时我大师姐居然推荐我来负责此次招心大会 穿越成为俊美无双剑宗五长老的我 刚给新收的女徒弟换上新皮肤之后 可下一秒女徒弟竟然想送我归西 我究竟是遭了哪门子灭啊 此刻的鸡哥正要对我的女徒弟进行交流的时候 我走了进来 你们关系相处得不错吗 等等你想对我的弟子干什么 我只是想帮你照顾他而已 我擦 老子给六师弟酿的毛子居然都让这小女子喝了 真是败家呀 而鸡哥也借机开溜了 要不是老子看你会做点家务 早把你这只鸡顿了补身子了 我看着喝醉的肖若勤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家破人亡的他还差点被光头和鸡哥交流 不过好在自己气运加深 还有跟我这么玉树临风 修为高深的帅哥师尊 这可能就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就在我给徒弟穿白丝的时候 他嘴里居然说着师尊你怎么还不死啊 正在我疑惑的时候 六师弟突然推门进入 师兄你房间怎么这么大的酒味 是不是在偷偷地喝酒呢 此刻的六师弟呆若目击地站在原地 随后立即转身离开 既然师兄在办大事 但小弟我一分钟之后再过来 师弟别走 你误会我了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你才一分钟 老子是猛男好不好 此时我和老六坐在院中 老六看着被喝完的美酒都要哭出来了 这酒不是重点好吗 重点是我的证人君子的形象啊 此时酒醒的肖若勤缓缓睁开双眼 我这究竟是怎么了 怎么感觉哪里好像不对劲呢 这个像裤子又像袜子的东西 难道是那个魔头给我穿上的 这难道是剑宗最新的弟子装束 这个魔头肯定发现了我偷喝他的佳酿 要想个办法不然以后有我受的了 嘿嘿嘿 有办法 不久肖若勤也来到院中 师尊您回来了 快尝尝我给您炖的十全大补汤 我一脸害羞 这个女徒弟果然没白收啊 还挺尊师重道的 被我的糖衣泡弹蒙蔽了吧 汤里还有好料等着你们 我看着最新换装之后的肖若勤 竟也不由得脸红了起来 师尊快来想用我给您炖的汤吧 而我看到这碗汤的时候发现 碗里的汤居然放了用来治疗猪便秘的歇药 难道是这妮子放错调料了 可就在此时 老六这家伙居然端起这个十全大补汤就干了 这竟然是已经修炼成精的凤语鸡 师兄你的小生活可以啊 居然拿这种神机煲汤 怪不得每天看你神清气爽的 我擦这居然是我的鸡哥 老六你这个老小子给我住口 可下一娘老六的肚子就呼噜 噜噜的叫了 师兄这趟的后劲真大呀 别看身为剑宗五长老的我 但实力却是最拉胯的 可这丝毫不影响我在师妹们心中的形象 没办法谁让割装了一手好逼呢 此刻的肖若勤正在身穿女服装 用手中的空气清新气净化六长老的毒气袋 就在此时突然发现床脚垫了一本书 这居然是剑宗不传之密的见点 一定是那魔头怕我发现才将这本命迹藏在这里的 他的身后将这本拿来垫床脚的草纸拿了过来 快点放回去不然睡觉的时候床又来回放 想报仇是好事 但这么普通的功法怎么行呢 师尊 这可是剑宗密法啊 怎么会普通呢 那又怎样呢 藏剑阁里有的是比剑点更好的功法 师尊 帮我去藏剑阁看看有没有适合徒儿的功法 可可可 小意思 为师本就要传你功法 自然要最好的 师尊果然是天底下最好的师尊 此刻我来到藏剑阁 师兄来此愈合 来剑阁当然是选秘籍了 两年前师兄所说凭手中草和掌万千星辰的境界 我至今未能参悟 既然今日得见师兄 那还请师兄临视 我那还不是嫌你蛮瞎说的 此刻的我依旧面不改色装逼的说道 师妹你真的不懂啊 你太令为兄失望了 师兄 恕师妹愚钝 的确不懂 还请师兄指点一二 既如此 师妹身为剑修 可知何为剑道 师妹以为 剑道无极 无极之剑 可破万法 人即是剑 剑便是人 人剑合一 至剑则无敌 化身为剑 八掌老不愧是星辰剑先 善无缺啊 而此刻的我随便装逼的迎试一手 不行 这些逼装出去真的缘不回来 既然如此 剑来 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 天下万世 一剑之世 一剑俯平天下不平世 一剑无愧天下有愧人 这便是剑道 我苏北院世间星辰剑事 人人皆可一剑斩天 一生剑 天下剑来 而我的这番表演 竟然收获了八师妹的芳心 你脸红个泡泡茶壶啊 师兄说的没错 我也要像师兄那样 剑来 八掌老竟然直接踏入练须中期 五掌老一语惊喜梦中人 如此手段怎么能区区化神呢 起码已经合到巅峰了 装了逼就跑 真刺激啊 还是先挑一本功法给徒儿吧 主角必须修炼功法 好大的口气 不过能进来藏剑阁 肯定不一般 这决定是你了 我擦高冷师妹爱上我 要不要偷偷看看呢 但我怎么感觉有人监视我呢 不过这里好像只有我和首格的 高冷之花九师妹 算了 先回去再说 白日偷偷来看 九师妹走到我刚才寻找秘籍的地方 高冷师妹爱上我 想不到修仙帝第一深情的五师兄 居然想攻略我 为什么我刚收的你徒弟 想要无时无刻地送我归西呢 只因前世的苏北 不仅将削弱情当作卢底 而且还挖其道鼓宜做己用 上一世用那些杂书打到我 这次我一定要直接修炼剑阳 卷死那个大魔头 此刻的我回到屋中 乌尔 快看维师给你准备的大宝贝 师尊出手果然手到擎来 擎儿可是一直等于师尊呢 就是他 主角必须修炼功法 师尊上面不是写着 如果气韵不佳 道心不坚会死的 我黑黑一笑 你难道还不相信维师吗 维师怎么会害你呢 只见肖弱情一点黑线 好处 当初为了救我 无非不是将我当作 你倒夜的垫脚石 为了突破 把我当作炉顶玉叶折磨 不仅如此 还将我盗补挖下 这就是你所谓的 不会害我 乌尔这剑点为 是不是让你把他垫床脚的吗 还拿着他做什么 不然晚上床会晃呢 肖弱情转头露出 阴狠的表情 奇怪这个想杀人的眼神 是怎么回事 对了 一定是想要我教他 功法为家人报仇 是不是想家了 好好练功 以后不见风就是你家 好的师尊 我一定好好练功 然后送你归戏 为师月变 唐剑阁无数点击方才 找到这一本绝世神功 千万要珍惜啊 随后肖弱情便阅读了起来 主角气韵之子 若是没有身为气韵之子的自信 便放弃本书吧 难道是我重生的事情被发现了 不行 得套一套他的话 师尊 这本书好奇怪哦 你觉得我是主角和天命之子吗 当然了 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呀 自信点 为师现在为你惯点 仔细感受气流的游动 师尊 不要啊 突然好痛苦啊 而就在此时巴师妹突然出现 当她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直接爆发 师兄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你们居然在这里干这种事情 我赶忙解释道 仙人俯卧底 结发受长生 这不是在给徒儿灌顶吗 有什么不对劲 看看你徒儿那个表情 像是在灌顶了吗 算了 其实师妹此番前来是来感谢你的 小意思了 师兄莫要谦虚 若非这几句话 师妹不知何时才能踏入练须境 奇怪能指点练须的起码要合到巅峰 难道这大魔头隐藏了修为 师兄我看师之那裤子很是不错呀 此乃为兄用冰残四 随随便便参加一场建宗的内部会议 就引来姐妹间的争争吃醋 果然帅哥无时无刻都会被妹妹们迷恋 看到八师妹如此给力 我瞬间喷血以表敬意 但为了防止走光 为兄还是找一套合适你的衣服 随后八师妹便换上了 我给她的无双剑机女校长皮肤 师妹你可知道何为剑星 剑星便是剑之心眼 未剑无双 一往无前 执剑者当有锐利的剑 锐利的掩制信念 要敢于挑战 八师妹满眼崇拜地看着我 低调 低调 对了当才你说大师姐要给我什么来着 随后我打开来信 由于宗门经费紧张 需要我筹办方解决经费问题 我丢 这都什么人啊 但为了剑宗大业为了大师姐 纵然生死到销我也会一往无前 师兄算了吧 山下那家灌汤包店 已经二十年没见过师姐的钱 长什么样了 我是真傻呀 我只知道大师姐偷门 但没想到偷成这个样子 人家都是用修缮加故咒比战 现在那家店的防御比 咱们剑宗都强 师兄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一直盯着人家看 为兄只是想吃灌汤包了 师姐每次都吃什么馅的 应该是猪肉馅的吧 老板怎么可能给他吃蟹黄的呢 猪肉馅 有了 把我不见封后山的仙猪 做成小龙包经费不就有了吗 而此刻的肖若琴 当看到主角必须修炼功法上的内容 直接爆发 好你个大魔头居然敢羞辱我 待我剑领修炼完成 定要把你碎尸万段送你归西 乖徒儿 先别练了 去后山数数有几头仙猪 那不是祖坟的地方吗 苏北居然要在历代长老的祖坟里养猪 对了 天马上黑了 记得带个火把照明 祖坟 火把 师尊看我今年不把你风风火火的送进练币 啊终身毁过 剑中内部会议已经开始 九师妹突然发现 这就是五师兄倒不出来的衣服吗 可恶 那裤子看着好舒服 为什么我没有啊 师兄你真是偏心啊 姐姐的身上现在都是五师兄的味道 看现在姐姐眼中一点崇拜的模样 好像已经完全沦陷了 妹妹这个表情肯定是佩服我为师兄仗义直言吧 八师妹刚说的不错 招心大会就是剑中重回巅峰的机会 此时二师姐突然质疑我的能力 我告诉她虽千万人 吴王尹 可是五师弟你有钱吗 就你那小生活过的还拿凤鱼鸡这般神物高汤 怕是不见风的资金早都被你挥霍完了吧 师弟 听姐一句劝 这招心大会你把握不住了 不如交给姐姐来筹备 而且师姐 五师弟如今还在画神器这样的境界会被外人嘲笑的 这么说师妹你很有把握了 在我治理下欣欣向荣的最见风便是最好的证明 真是好笑 吹牛都不打草稿 就在我和二师姐争论的时候 六师弟突然说道 师兄 你的炼丹术堪称出神入化呀 我一脸疑惑 我没有炼丹啊 那不见风那么厚的青烟 不是炼丹那又是在干什么呢 一直想送我归膝的女徒弟又开始搞事情了 这次居然把不见风的祖坟给点了 就在建宗会议火热进行的时候 一名弟子突然禀报 说我不见风祖坟冒起了青烟 师弟 你是怎么搞的 自己的山头都看不好 只见一股香味传到了老六的鼻中 不会错的 是烤乳猪 下酒菜正在召唤我 听到陶乳猪三个字 我顿感不妙直接向不见风飞去 我的猪啊 这火可别把老子的仙猪都烧坏了 此刻的不见风祖坟 已经被我的好徒弟烧得不成样子了 笑若琴敢当找到的地方躲得起来 坐等我被发落 而我终究是晚了一步 我的猪啊 我的钱啊 一旁的老六倒是吃得津津有味 小北北原来你的小金库这么发达呀 苏北 你竟敢拿祖坟来养猪 真是气势灭祖 我的养猪大忌 我的启动资金 我是真傻呀 要是没给徒弟预备火把 就不会直接破产了 师兄你要数猪就找我吗 我肯定一头都落不下 是一头都剩不下吧 这么说来 数猪的人和放火的人 恐怕脱不开关系 小北北 你的徒弟呢 看样子大长老好像打算让我背波呀 还是静观其变吧 我看着我行走的五万两抱头大哭 此时二师姐开始向我发难 不见风祖坟被毁乃是大罪 区区几头仙猪就想闪烁其词 无论你如何变解 练币牙上五十年一天也少不了 八师妹刚刚挡在我的前面为我解释 五师兄一直在指点我 不过去了一趟一时听祖坟就着火 不光穿着师兄给的衣服 还被师兄指点剑术 姐姐 不把你们分开 我怎么会有机会呢 只见九师妹一正言辞地说道 烧祖坟 大罪 无论是谁 不可饶恕 按理应尽练币牙 妹妹 大师姐还没问完话呢 你这样对五师兄不好吧 此时二师姐又来添油加醋 还说就算是我的徒弟所为 我也逃不了干系 此刻大家心中都各自暗想 大师姐心里一直默念我可不能认罪 要不然就真的帮不了我了 而九师妹想的却是自己也烧的祖坟 这样就可以和我关在一起生孩子了 二师姐步步紧低 苏北还不快快交代那个女弟子到底是何人 开什么玩笑 老子这辈子就指着徒弟薅羊毛呢 怎么可能让他去练笔牙 而且这外交玩意儿可是气韵之子 他做什么必定有他的意义 师尊啊 师尊 上次那个鸡汤没能让你栽跟头 不然就不信这次烧祖坟你还能蒙混过去 师尊你终究还是输给我了 你见过有在祖坟里报装备的吗 今天苏北就来给大家上演一场祖坟里面报装备 此刻的我手指不见封祖坟 这场火就是本尊让徒弟放了 只见二师姐眼神阴沉 苏北 这可是你亲口说的 我看着系统奖励装逼的说道 没错就是本尊 你们要为难就为难我 休要再为难我那乖徒弟 不过 诸位就不好奇我为什么要烧祖坟了 二师姐一脸不屑 你就不要再故弄玄虚了 现在谁也就不了你了 而我并没理会 只是将灵气输送到祖坟内 而就在此时 老六突然发现 这祖坟好像要炸了 下一秒祖坟便直接爆炸 随后众人的配件都漂浮在了空中 老六嚎啕大哭 我的猪腿啊 你又不是见你飞什么呀 躲在石头后面的萧若情一脸不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祖坟爆炸会引起所有长老配件的共鸣 随后我便口面咒语 给大家展示了一波分精定学之术 一阵爆炸不后 众人都无不吃惊地看向我 于是我反缓说道 不枉我苦练贪探之术 二师姐 烧祖坟其实都是为了清平剑 怎么样这个理由够不够 其实我内心慌的一批 还好这次系统比较靠谱 要不然我真的要在面壁安享晚年了 除了二师姐 其他师姐师妹们无不对我投来崇拜的目光 原来师兄是为了清平剑台烧的祖坟了 真是帅死了 我一脸嚣张地看向二师姐 没有罪 散了烧祖坟之大罪 赶问二师姐 哎 要去面壁安住几年了 大师姐赶忙过来为我开脱 能够得到清平剑就是把不见风炸了都不为过 只要清平剑在手 我剑宗便能重回往日巅峰 而就在此时我的乖徒弟也出现了 哭着说着是因为衣服被烧坏了才不敢出来 我随后将身上的披风给他披上 不必多言 你说什么师尊都信你 谁让你是我的乖徒弟呢 削弱情一脸深情地看着我 为什么师尊这一世变得如此温柔 虽说找到清平剑是大功一剑 但你既然早就知道剑宗至宝在此 为何不提前告知 大师姐也突然发问 我是怎么知道清平剑在此的 百年前 我发现自己如何修炼灵器都与我无缘 即便这样我也没有放弃自己 仍然日夜修炼 一百年何冬 一百年何夕 末期少年穷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回答 八师妹此时突然打断了 师兄 这和找到清平剑有关吗 还有就是你怎么知道要用火烧的方法才行呢 师妹 这是师兄不愿提及的秘密 只能自己独自品味 就像这把清平剑在这里孤独的屹立了百年 一场由苏北掀起的祖坟寻宝之旅正式开启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我们的老六 真的是脑回路气咖呀 此刻的大师姐一把将我推开 打算拔出不见风祖坟的清平剑 可大师姐用出浑身的力气都丝毫没有撼动清平剑 而躺在一旁的老六心里想的却是 不见风的祖坟能报剑 爷的山峰肯定也能报剑 我可真是个大聪明啊 此时的大师姐已经放弃了 看来此等神剑也就只有师父那老人家有资格拔起来了 二师姐看着清平剑 要是此等宝剑能插在最剑峰该有多好吧 三千最剑峰弟子祭祖 清平剑立于碑前 那是何等荣耀啊 就在此时最剑峰弟子急忙跑来比报 六长老也不知道是抽了哪门子风 去最剑峰捎祖坟去了 听到此话 二师姐赶忙就向最剑峰飞去 老六你这个小兔崽子活腻为了事了 你小子在干什么 赶快给老娘助手 只见老六潇洒地转身说道 师姐见踪峰水最好的就是最剑峰了 不剑峰有清平剑 最剑峰肯定有绝世之宝 今日看我将宝物给你烧出来 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了 也只能祈求下面真有宝贝了 赶来的大师姐连忙呵斥老六 让其赶快停下 可二师姐突然挡在了老六的前面 并说这一切都是他让老六这么做的 还说下面定有宝贝 老六看到有二师姐给他撑腰瞬间火力全开 出来吧 大宝剑 可下一秒众人都傻了眼 还宝贝呢 连个屁都没有 大师姐一脸气愤地说道 习清衣 君无邪 你们两个白痴给我去念碧亚好好反省 此刻的我正躺在凉亭之中训斥着我那乖徒弟 以这丫头才来建宗两天就给我闯下如此大祸 要是再过几年是不是还想送我这个师尊归西啊 此刻的肖若勤内心慌的一批 苏北这个大魔头怎么知道我一直想送他归西呢 看来今天他要向我摊牌了 可就在肖若勤瞎想的时候 一根手指放在了他的嘴唇处 我的傻徒弟啊 你怎么坐在地上啊 为师刚给你定制的裤子都被你给弄破了 真是可惜啊 好在为师给你定制了好多 这就给你换上 此刻的肖若勤内心十分挣扎 难道你忘记上一世他是很对你的吗 真是没出现 随后肖若勤娇滴滴地说道 多谢师尊 你就别在这给我卖萌了 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以后有机会为师再教训你了 好好养伤 今天你就先在草堂休息吧 为师去猪圈对付一宿 夫北 即便你对我怎么好都不会让我改变我面心的想法 这一世我必将送你归西 两个姐妹花居然同时喜欢上了苏北 姐姐剑法超绝 甜美可爱 妹妹表面高冷 内心狂热 夜晚八师妹穿着无双剑机的皮肤前来向我挑战 可下一秒便向我撒起了胶 师兄白天号令诸剑的情景莉莉在目 希望师兄传授一二 我装逼地说道 确实差了点味道 既然师妹喜欢 那我就再演示一番吧 随后我便顺手拔起了旁边的剑 给八师妹表演了一下我的太极剑法 随后我便问师妹可记住了刚才的剑法 师妹小声地说道 只记住了一点点 师妹虽然平常有点憨憨 但对剑法堪称过目不忘 难道说 随后八师妹唯唯诺诺地说道 师兄刚才的剑法我现在全忘了 我告诉他此套剑法看来你已经得到全部精细 现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师兄 你明明能拔得出来蜻蜓剑 为何白天却不肯示人呢 我刚才只不过是顺手拔了一把剑 什么 刚才我居然拔出了蜻蜓剑 哈 难道说终于要到了我的高光时刻了吗 我本打算再给师妹表演一下 我是如何拔出蜻蜓剑的 可惜现在蜻蜓剑却纹丝不动 此刻的我一脸尴尬 师妹你有所不知 这等神物肯定已经有了灵智 让师兄蝎与他沟通沟通 过了一会 我便告诉师妹 这个蜻蜓剑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已经睡觉了 八师妹一脸不解 剑也会睡觉 我告诉他有谁像我们这样 大半夜不睡觉起来练剑的 而就在此时 居然有人向我们这个方向飞来 八师妹说来人好像是妹妹的气息 正要打招呼的八师妹就被我给拦了下来 并嘱咐让他先去猪圈里躲一下 师兄你只不过是在教我修炼 为何如此紧张 孤男寡女 要是被他姐姐知道 还不将我一顿暴打呀 我于是说 现在正是修炼剑新的要紧时刻 最吉他人打扰 你赶紧收紧名气 可不要被九师妹给发现了 随后八师妹便按照我的 只是藏进了草堆 而此刻的九师妹留着哈喇子 就向我这边飞来 今天师兄终于落单了 到时我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飞飞飞飞 可他刚走了过来便闻到了女人的味道 而且这个味道更像是姐姐的 就在此时我一脸深情地出现在九师妹的面前 看得九师妹心中小鹿乱撞 我师兄真不愧是真男人 白天为徒弟堂醉 晚上独自忍受孤独 想不到师兄已经寂寞到对着猪圈淫尸了 等等 不对劲 师兄大半夜对着猪圈淫尸 一定有苦怪 我看向九师妹 问他半夜为何会出现在不见风 只见师妹冰冷地回答道 赏悦而已 怎么师兄的不见风我还不能来了 平时各种瞧不上我 现在半夜偷偷过来 还不是为了看清平剑吗 但我可是有格局的男人 怎么会计较这些呢 为兄这不见风你随时都能来 可九师妹一脸不爽地看着我 师兄真是讨厌 居然和别人一起玩耍 谁能想到不见风的猪圈 居然成了姐妹花之间的修罗场 没办法谁让师姐师妹都对我爱慕不已呢 我也想低调可惜言之不允许啊 九师妹忽然发现地面上竟然有别人的脚印 我赶忙一声大吐 告诉九师妹是师兄刚领悟了一种身感 需要时刻飘动脚步才能度过紧要关头 师兄真是奇怪 这不就是扎马步吗 还有他脚下怎么会有戒齿呢 此刻九师妹也感受到了戒齿上的气息向起跑 我内心慌的一批 这戒齿上还残留着八师妹练功的气息 绝不能被他发现 只见我快速将戒齿收回用齐挠了挠后背 九师妹天色已晚 师兄也有些困了 准备休息去了 九师妹平静地说道 师兄请便 今日不见风月色正好 我就在此赏月 困了我就在这草堆上休息了 我赶忙将九师妹拦下 我见踪如此高冷的九师妹怎么能睡在草堆上了 师妹还是去我的草堂休息吧 看师兄紧张的表情 还有刚才对我发现的戒齿 这草堆我睡定了 随后九师妹便一个跨越 向着草堆冲去 只见我一个闪现率先躺在了草堆上面 师兄你怎么流了这么多汗 还是去舒适的地方休息去吧 此刻的我一脸尴尬 看来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要是被他知道我肯定完蛋了 看来不能坐以待毙 据说这种高冷美女最讨厌碰臭男人了 随后我便露出一脸猥琐的表情 师妹说得对啊 既然如此为凶是该休息了 九师妹脸颊通红 师兄啊 你的演技好差呀 我等你扑过来 可就在此时我一步流神就要摔倒 直接请师妹一个划铲就向我飞来 而我也恰巧倒在了九师妹的怀里 我终于躺在了师兄怀里了 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好了 可就在此时大师姐居然也向我这边飞来 我一脸无语 大家晚上都不休息的吗 都来找我干什么 现在都够凑一桌麻将了 大师姐怎么也来了 难道他也对师兄感兴趣吗 要是他不来 说不定刚才师兄就被我拿下了 但是头可断 血可流 高冷的人设不能丢 还是赶快先躲起来吧 于是九师妹趁我一个不流神就钻进了草坠中 此刻的我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我到底是做了哪门自虐啊 居然让我摊上了这么两个姐妹花 九师妹一脸气愤 想不到和五师兄约会的竟然是女人 快说大晚上来这里做什么 你俩背着我都做了什么 快点如实招来 可就在此时 当两人听到大师姐肉麻的声音 姐妹两人瞬间和好 统一的战线 将矛头指向了大师姐 想不到我苏北今天居然被三个女人包围了 果然太帅也是一种烦恼啊 此时大师姐对我撒起了胶 我也很是头疼 师姐你注意点这样影响不好 而就在这时大师姐也发现了地上的脚印 竟然是两个人 小北北你长本事了 不对 青平剑被人拔出来过 这个人会是谁呢 要是小北北的话 白天早就拔出来当众炫耀了 现在这么低调不符合她的人设呀 于是大师姐打算用激将吗 看看是不是我拔出的青平剑 说能拔出青平剑的人要么实力强悍 要么就是得到青平剑的认可 我一点不解 青平剑的认可 大师姐说只有无我境界 还能拔出青平剑 但剑宗恐怕无人能有此境界 师姐说的是啊 无我境界那可是修炼者一生都未必能踏入到的门槛 小北北不要这么沮丧了 我看你还是很有希望的 小北北我们还是先不说这个 大师姐有点事情想让你帮我一下 师姐 有事明直说 我怀疑 最近有些人想对我们剑宗不利 半个月前 剑宗有一批弟子在墨城失踪了 所以我想借此次招新的机会 让小北北帮我暗中调查一下 不知小北北可愿意 我内心一百个不愿意 这么危险我可不想去 可就在此时系统突然提示 居然在墨城发现了红色的气韵之子 我直接一秒变了 师姐放心我身为剑宗长老 我义不容辞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而躲在草堆里的九师妹正在抱怨着 如果姐姐没有来 说不定早就把师兄拿下了 真是可恶啊 随后两人又在草堆里打了起来 而他们两个的打闹声也是被一旁的大师姐发现 两位师妹大晚上的为何躲在不见风的草堆里 是不是怕被师姐撞见 你们来和小北北约会 巴师妹连忙解释 我们只是来找师兄学习剑法 师兄可厉害了 刚才还拔出了清平剑呢 没想到小北北竟然能拔出清平剑 不知道能不能给师姐演示一番 我一脸尴尬 我也想展示一下 奈何她现在不撩我呀 巴师妹告诉大师姐 说我刚才和清平剑沟通的时候很吃力 可能是我不行了 这样啊 那还是算了吧 毕竟谁都有不行的时候 只见我手握清平剑 男人不能说不行 另一边的肖若晴正在努力修炼剑底 只用了一天就险些突破练气劲 我果然是修仙界中的绝世天骄啊 还得在家把劲 争取早日送师尊归西 而就在肖若晴继续修炼的时候 竟然感受到了传说中的无我之境 看来这一世的21周宗门大骨 我肖若晴必荣灯巅峰 正所谓心中无女人 拔剑自然神 女人只会影响你拔剑的速度 兄弟们要想变强 就要单身 此刻的我有点小尴尬 现在还没什么人 要不要认个随 到时候人多了这辈子 都没法再不见风呆了 身后的八师妹看我迟迟没有动手 以为我在等大家都来了 一起参与这见证奇迹的时刻 于是便大声喊道 俯师兄要拔青瓶剑了 大家快来呀 师妹你真是看热闹不闲是大呀 没过多久不见风便为满的吃瓜弟子 大师姐连忙上前向姐妹花了解 我真能拔出青瓶剑吗 你脸到时候丢人 就在此时 前往面壁牙思过的二师姐和老六经过途中 突然听到下方的弟子说 五长老今日要拔青瓶剑了 大家都去观摩观摩 听到此话 二师姐勃然大怒 苏北这个街溜子有什么资格拔青瓶剑 今日我倒要看看苏北凭什么能拿起青瓶剑 随后便向不见风的方向飞去 老六连忙解释 我们只是过去看看一会儿就回来 毕竟路过不见风打个招呼 也是很合理的吧 大师姐问我为什么还不动手 是不是人太多紧张了 我刚要解释的时候 老六这小子突然飞了下来 绷绷闪开 我要看师兄装逼了 下一秒 哼的一声 直接头部着陆给大家狠狠地磕了一等 而就在此时 二师姐又来搞事情了 居然说我是什么阿猫阿狗 不配碰剑中的至宝 我一脸不爽 我实力虽然一般般 但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吧 随后二师姐又对着下方说道 青瓶剑 非大成之力不可驾驭 苏北这种不明教育之辈 犹如剑中至宝 就连老六这小子都在一旁附和 这两个人真是阴魂不散了 而就在此时 系统突然提示 萧若勤突破练气劲 领悟了一丝无我境界 我也因此获得奖励 领悟了无我大成境界 真不愧是气韵之子阿 真是我的救星 接下来就是我的主场了 今日苏北斗胆 拔出宗门至宝 青瓶剑 而二师姐又在乱叫 青瓶剑也是你们够染指的 可下一秒我便直接将她打脸 轻心一挥手 便将青瓶剑拔起 只见无数剑影都围绕在 不剑锋的上方 看得姐妹花也是对我崇拜过 刚突破完练气劲的萧若勤 正在沾沾自喜的时候 突然发现不剑锋又出现了异象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于是赶忙向不剑锋跑来 只见此刻的我手持青瓶剑 一脸嚣张的模样 今日我苏北已无我大成之境 请青瓶剑 他日定重振剑宗辉煌 此刻的萧若勤瘫倒在地 我历经前世磨难 才能超渡物 而这大魔头竟然已经大成了 我这仇到底要怎么报啊 小北北 你究竟是怎么领悟我境界 师姐 所谓剑之一道 最要远离的就是感情 女人只会影响拔剑的速度 兄弟们记住了 心中无女人 拔剑自然神 眼前的这名妹子 就是我要找的气韵之子 没想到她居然也是带着 前世记忆重生归来 不仅如此她和萧若勤一样 都在无时无刻想要送我归西 被打脸的二师姐和老六 此刻已经重新被击押 大师姐一脸气氛 将这两人赶紧压往面壁压撕过 另一边的过程 一名高冷美女从屋中走出 梨儿 一流宗门的败业信件都在这儿 要去哪个宗门有拟定 请梨儿剑谷 剑星体 与一身的资质 二十一周的宗门随便挑选 当女子看到剑宗的招星大会 当即就选择了剑宗 苏北 你挖我剑谷 回我剑星 如今我两世为人 定要送你归西 此刻的我正在准备 外出所需的东西 师尊 我们下山要干什么去啊 我将任务清单丢给了他 还不是你一把虎 让维师成为了穷光蛋 现在我们要出山拉投资了 剑若勤看着任务猎手 师尊 老头子是谁啊 当然是剑宗宗主 我个师尊了 别问这些了 我们要下山了 随后剑若勤便带着大包小包 打算出发 伯儿你这是要回娘家吗 师尊 秦儿已经没有家了 我连忙上前安慰 并拿出储物戒指送给他 剑若勤看着手里的储物戒指 师尊 如果你能一直都这样 该有多好啊 走在路上我告诉剑若勤 不要为修炼的事情发愁 维师会想办法帮助你的 现在卒儿 帮维师解一下腰带 师尊 帮教野外的你要干什么呀 维师当然是要给你看一个宝贝了 这就是维师为你准备的新手大礼包 怎么样维师对你好吗 剑若勤看着面前的苏北 潜意识我连丹药的影子都没见过 现在如此珍贵的丹药随手就给了我 苏北啊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女 看着线素的系统讲一条 我一脸不爽 算了 不管了 赶紧赶路吧 前面就是墨城了 进入城中 很多商贩都在售卖着个大宗门的招生信息 一名男子问道 有没有剑宗的信息 剑宗 这么垃圾的宗门 走听了都摇头 剑宗好歹也是一流宗门 我姐姐可是铁了心要去剑宗的 还要拜她的偶像武长老为师 肖若勤小声地在我耳边问道 师尊 你们剑宗名气这么差吗 一群凡夫俗子罢了 走我们去看看 我来到男子的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啊 男子介绍起了自己 我是墨家公子 我叫墨小强 我心里乐开了花 刚下山就遇见了紫色气韵之子 就是有点可惜是个男的 小强啊 剑宗如今不过是墨留的阴线宗门 有没有考虑去一些更好的宗门 这一定是前辈对我的考验 男子于是说道 我和姐姐都认为剑宗被人低督了 而且我听说剑宗五长老不仅言之逆天 而且剑法更是举世无双 我闻言一惊 你说你还有个姐姐 没想到苏北下山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来到红阁 和如此美颜动人的女子约会 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 就在我打算具体询问下小强姐姐的时候 我的好徒弟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师尊 我们是来找线索的 天色不早了 晚上还得住店呢 于是我便留给了小强一件幸运 并告诉他名誉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师尊我们来这个地方不太好吧 你把师父当成什么人了 我是要进去狠狠地批判他们 就在我们进去之时 身后居然好像有人跟踪 姑娘这地方可不是女人来的 旁边的女子说道 姑娘不用理她 有买卖干嘛不做呀 云里边请 回到家中的小强连忙向茉莉说道 姐姐 我今天碰见剑宗的长老了 这名长老很有可能就是剑宗五长老苏北 茉莉激动地询问小强 你确定是剑宗五长老苏北吗 我就是今天逛街的时候碰到的 而且苏长老还要给我一份机缘呢 我是不会把苏长老让给你的 茉莉直接将信物抢了过来 苏北 我还没去找你了 你就自己送上门了 另一边 我刚进红阁便被一群妹子包围 没办法谁让哥布景仁帅还有钱呢 我掏出几块碎金子 让他们安排个房间 并向他们打探了一下 继于剑宗弟子失联的线索 苏长老您跟我来便是 我告诉肖若勤先去房间待着 我要去办正事了 随后妹子问我这次前来准备的赎金可够 我一脸不解 什么赎金啊 苏长老不知道吗 花魁大笔石 剑宗弟子为给宗门扬威 可惜只带了人 没带钱 即便剑宗弟子一时疏忽没带钱 红阁也不能滥用私刑吧 苏长老 你这可是冤枉我们吧 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玩的 我们可没动他们一根手指头 这群丢人现眼的东西 怕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我看着拿来的账目 我头都大了 老子养的那些仙猪都没你们三个在这潇洒一会儿跪 我连忙让妹子带我去找他们的红阁管事 自己要和他亲自谈一下 我告诉这三名弟子 不是本长老不想救 是我也没钱啊 你们就还是在这好好搓早还债吧 苏长老 我们红阁阁主就是新月宗宗主 宗主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 新月宗宗主与红袖真是美颜动人啊 试问哪个男子能抵挡住他的诱惑呢 就连吾我境界大成的我也要倾平见警醒 我到面前对其说道 新月宗宗主的魅术果然厉害 差一点再下就中招了 于红袖心中暗想 没想到这苏北竟有如此定力 在我的魅术下居然神色不变 就本尊这魅力世间可没几个男子能挡得住的 我什么美女没见过 你还是收起你的这套把戏吧 此次前来我是代表建宗来与你新月宗谈合作的 那不知公子能代表得了建宗吗 身为修仙界的颜值担当 不管在哪里都深受大家的喜爱 现在就连新月宗的宗主都被我的人格魅力所惹服 于红袖不相信连千万两黄金都拿不出来的建宗 有什么合作的本钱 于红袖不敢想象 这可是数倍于红袖的收入啊 原来之前跟随而来的人竟然是九师妹 他找到肖若勤的原因是想将他从我身边带走 以防我俩在一起 只见九师妹拿出天地灵珠这种质宝 说只要拜他为师 这宝物就送给他了 虽然肖若勤很是心动 但想到还有其他师妹等的解救 还是拒绝了九师妹 随后九师妹说道 既然如此那只灵珠就当你拜五长老为师的礼物 但我要提醒你 你的师尊定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肖若勤看着手中的灵珠 莫非九长老已经看穿了师尊的本性 所以才对师尊一直如此恶劣 另一边我正在给于红袖讲解微博概念 于红袖提问道想法虽好 但总有人想要奋一杯羹 鱼龙混杂之时 两宗联手又有何意义了 我告诉他只要将快报讨论度最高地整合起来 建立排行榜 也就是所谓的微博热搜 接下来就是开通会员功能 给会员一些权益 只要我们一旦稳定下来 就算有人想入局 也只是喝口残汤 于红袖不由感叹道 好可怕的思维啊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有这号人物呢 不知阁主考虑得怎么样了 苏长老真是商业鬼才啊 此事一成 何止千万黄金 苏长老就不怕我把你给打了 再照搬你的斗司去做吗 剑宗五长老 你到底是在虚张声势 还是在扮猪吃老虎呢 而刚刚离开的九师妹正在暗自窃喜 刚才那招离剑记真是完美 可就在此时他突然感受到两股苦补的气势 其中有一道竟然是轻贫剑的剑气 不好 肯定是师兄有难 师兄坚持住 我这就来救你 于宗主刚才的话 我就当你在和我开玩笑 苏长老如果说 我刚才不是在开玩笑呢 毕竟我只需一指就能送你归西 老子会怕他 谁让我有个气韵之子呢 而且就在刚才我徒弟又突破了 于红袖不解 这家伙到底哪来的自信呢 随后我一把搂住于红袖 你不是想知道我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吗 那今日我就让你看一下 只见我掏出河道巅峰75分钟体验他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眼前这名身材妖娆的妹子 上一秒还打算将我给赶了 可现在竟完全被我拿捏了 有时候我也想低调 耐服我的颜值不允许 此刻的我散发出河道巅峰的气息 于红袖不敢相信 才500岁就已经是河道巅峰了 这绝对不可能 于宗主不用惊讶 我这人向来喜欢低调 此刻的于红袖已经完全沦陷 连忙报警我 打算对我用美人计 可这点小把戏我又怎会不知呢 于是我化身仙界第一身情 不断在感情之中相互拉扯 最终于红袖同意了和剑宗的合作 随后拿出新月令 挺此物可享有新月宗一切资源 剑令如剑宗主 于红袖撒娇地说道 这新月令只属于我 与剑宗无关 我心中不有感叹 这女子当真有魄力 既然如此这令牌我就收下了 还要劳烦与姐姐准备100万两黄金 这点小事就交给姐姐姐了 以上往来 那弟弟也送姐姐一件东西吧 我还有事 那就先行告辞了 于红袖看着手上的礼物 好像是袜子但又有点长 看来弟弟身上的好东西还真不少呢 而这一幕恰巧也被门后的九师妹看见 九师妹问道 不知于宗主和我师兄到底是什么关系 善仙子 我们的关系 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听到此话 气得九师妹直接提剑就要揍他 于红袖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二人也是一言不合就开弹 为了我大大出手 九师妹最终不敌还是败下阵来 于红袖还不忘对其一顿嘲讽 也不照照镜子 苏北怎么会喜欢你这种蛮横的家伙 而这句话也深深地打击到了九师妹的心 不由地掉下了眼泪 师兄怎么可能会这么看我 我不相信 我要找师兄问得清楚 刚要敲门进入的九师妹 就听到了我和肖若琴正在讨论 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我眼中九师妹出自镜水 闻闻而哑 还是当年累得要为师妹她摇一束桃花的小女孩 想不到师兄连这些小事都记得 师兄真的好温柔啊 心悦妖女 好啊 还是先随为师一起去解救宗门弟子吧 很快我便将宗门内的弟子全部解救出来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剑宗弟子 议论道 好家伙 我直呼好家伙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宗门团建来着的 就当我从红阁出来的时候 新的气韵之子终于出现 墨城 墨家 墨黎 见过剑宗苏长老 两个女徒弟都想送我归西 而我却还被傻傻地蒙在鼓里 我真的是太难了 此时的墨家姐妹正在对我溜须开马 端长而来的墨黎一个不小心就要摔倒 我一脸猛逼 左脚半右脚是什么操作呀 还好我眼急腿快 才没有被烫到 墨黎连忙道歉 我告诉她小意思 谁都有脚滑的时候 苏长老 你等等我这里有纸 可在墨黎翻着纸的时候 一柄小刀向着我的下面飞来 好在割练过灵溪一纸 要不然就变成公共了 萧若勤说道 师尊你的手好像流血了 我一脸飞陷 我严重怀疑你是故意的 墨黎委屈地解释 说这匕首是他用来防身的 而且上面还涂了河欢仔 我一脸无语 匕首涂毒防身我还能理解 你涂这个要是什么鬼 生怕自己跑不掉吗 但身为剑宗长老的 我又怎会和他计较 而且他还是我的气韵之子啊 我问墨黎听说你对剑宗很是向往 墨黎当即回答 他自小与剑结缘 似乎这辈子都是为剑而生 此次招新的第一志愿就是剑宗 听到此话 小强当即不爽 好你跟墨黎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不讲武则 大庭广众之下与苏长老套进口 我才是那个注定与剑作伴之人 可下一秒小强便被墨黎抱揍了一顿 还说要有礼物送我 我告诉他这礼物就不用掏了 毕竟拿人家手短 旁边的肖若晴看着我和墨黎眉来眼去 心中暗想一定要保护师妹 于是打断了我和墨黎的谈话 此刻的肖若晴和墨黎心中暗自发誓 一定要就双方于水火之中 早日送我归西 就在此时无伐缺的弟子 正在吹嘘着此次招心的成果 当看到剑宗弟子便对其一顿吵恨 剑宗弟子也不甘示弱 说他们这是群健一连三膝都坚持不了的家伙 吴华却弟子却说 别说那些没用了 哪年你们招心不是垫底也就在这能过过嘴尔 我剑宗今年招心此次不可能垫底 今年的总负责人可是我们的剑宗五长老 此时吴华却的长老说道 据老夫所知 那剑宗苏北修炼百年仍是化神中期 就这十里老夫我一巴掌就能山飞 我告诉你们 你口中那个战武渣渣 只需一剑就能镇压你们这帮吴华却的废物 面对吴华却长老的挑衅 根本不用我这个剑宗五长老动手 只需我的小师妹略微出手就能将他吊打 面对吴华却长老的挑衅 我翘着二郎腿一点不为所动 就连吴华却的长老都动摇了 但为了面子还指着我说道 苏长老 你剑宗弟子口口声声说你能镇压罗某 现在可敢一战 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 别到时候说我以大欺小 身后的弟子叫肖长 来呀 谁怕谁 就在此时一股剑气突然冲着吴华却长老袭来 云海剑仙 你竟然突破了练须中期了 两人的对战也是十分激烈 突然一股剑气变向我袭来 差一点就误伤到我 而我却一脸猛逼 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过去了 看到我如此淡定 九师妹心中暗自发誓 总有一天要让我明白她对我的心理 而她绝对不能容忍旁人抵辑我 师兄以后将由我来守护 此时的吴华却长老帮的一批 练续中期就能沟通天地灵气 这怎么可能啊 九师妹质问着 你还没有回答我 你吴华却算什么 而刚才的要效正在发挥作用 看来的权力催动无我境界才行 旁边叹息的其他宗门弟子 也被我的气度所折服 而反观吴华却的那个长老看似很牛 但涵养和格局都和我差了一大截 苏长老 见宗弟子说你能一见镇压罗蒙 现在却躲在女人的后面连个屁都不敢放 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怕了 你个缩头乌龟 听到吴华却长老对我的嘲讽 九师妹直接爆发 我在最后问你一遍 吴华却算什么 我吴华却不算什么 但你剑宗又算什么东西 招生垫底的垃圾中门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访问我吴华却 我某看你是女流之辈 才让你三分 既然你如此不知好歹 那就吃我一记天他地线紫金锤 此时我突然叫停了九师妹 随后我嚣张地说道 你问我剑宗算什么东西 我来告诉你 吴华却不招的人由我剑宗来招 你吴华却不敢做的事由我剑宗来做 你们不敢管的是我来管 你们招得到的人我剑宗要招 你们招不到的人我剑宗也要招 问我为什么敢如此为所欲为 不好意思 这是清平剑 有清平剑的剑宗 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这就是现在的剑宗 剑宗至宝清平剑回归 曾经的剑宗终于回来了 我竟然被抢吻了 而抢吻我的人竟然是无时无刻 想要送我归息的女弟子 当看到我拔出清平剑的时候 女弟子和九师妹无独露出崇拜的眼神 而吴华却的长老当场被我吓尿 一群没武器的东西 就这点实力还敢和我装逼 还好只是墨城的人知道 宗门招新之前消息一时半会儿也传不开 赶紧躲回吴华却吧 不然真的没脸见人了 正在一旁舔着匕首的茉莉 被小强叫住 姐姐你有什么感觉吗 随后一脸幻笑的说道 姐姐 你是不是忘记匕首上涂了药了 现在你拿什么跟我抢 苏长老 你好帅啊 求求你收我为徒吧 而我完全没有理会小强 转身变向新的气韵之子走去 怎么样 要不要拜我为师 就在此时我也感觉到了 茉莉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茉莉 你冷静点了 茉莉随后便找到了地上 笔手上涂的药队练蓄漆都有用 更何况是她 萧若卿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心中暗响 别不能让茉莉拜我为师 否则她定会被我迫害 我问小强她姐姐这是怎么了 小强说刚才她不知道 为什么舔匕首来着 可能是要无所知 可能 这还有别的可能吗 我抱起茉莉 告诉萧若秦为是要先行一步 去红阁处理一些事情 你与九师妹一起处理下后面的事情 随后我便抱着茉莉火速前往红阁 中了药的茉师妹 道貌黯然的大魔头 烟花柳向的红阁 就在此时身边的九师妹突然说到 难道师兄要趁机对茉莉遇行不轨吗 此刻的我已经带着茉莉来到了红阁 你们宗主在哪里 速速带我去见她 于红袖调坦道 原来弟弟好这口啊 刚搞了那么大的阵仗 原来是为了这个 我来不及解释 先将茉莉放到了床上 并询问于红袖可有解药 于红袖查看了一般 弟弟挺能忍啊 这是莫成那个见三体的女娃娃吧 这本质上只是刺激人体内的神经 所以算不上毒药 又如何可解 难道就只能牺牲我的色相了吗 我其实也不想这样的 可是救人要紧了 于红袖又说道 其实除了最原始的办法 也不是没有别的解决方法 随后掏出一瓶更加刺激的药 药效相互的作用 会行走于经脉之内 如果不能及时释放或压制 便会经脉受损 姐姐 你这是以毒攻毒吧 要是搞砸了怎么办 那就只能牺牲你自己了 我已经为你背下寒玉池 只要浸泡其中 用灵力不断重刷 自然可以脱离苦海 那就劳烦姐姐你了 可就在此时茉莉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脸 轻吻了上去 我竟然被我的徒弟抢吻了 而且那可是我的初吻了 上一秒被新收的女徒弟抢吻了 下一秒便被我带去寒玉池办法 没办法谁让哥是个正经人呢 被抢吻的我一把将茉莉推开 这可是我的初吻了 旁边的于红秀调坦道 看来弟弟也中了河翻伞了 没想到还能守住本心 你别着急姐姐 这就带你去池子里降降温 随后我抱着茉莉和于红秀 来到了寒冰池 这个池子就是了 姐姐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了 年轻人 轻点折腾 眼泪坏了身体 随后于红秀便转身离去 留下了我和茉莉二人 身边这是什么东西啊 不行 不能再等了 我一把抓住茉莉 将她扔进了韩玉池 随后自己也到了禁止 茉莉等我 为师来了 还好哥是无我境界大成 要不然哪个男人能把持得住呢 不愧是我的宝贝若琴徒 天赋一禀还刻苦修炼 茉莉心中暗想 难道这个大魔头上一世没有杀了肖若琴 只杀了我取见你 这对狗男女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此刻的九师妹带着肖若琴来到红阁寻找我 于红秀笑着说道 你自己猜一下呀 苏长老好像也中了荷欢伞了 他怀里抱的那个女子也是 你说他们来红阁干什么来了 肖若琴连忙说道 师尊不是那样的人 小妹们 怎么就确定你师尊不是那样的人呢 不和你们开玩笑了 苏长老的确在红阁 不过他怀里那个女子有没有事 我就不清楚了 在寒痴之中我看着茉莉冰冷的眼神一脸不紧 本长老都没有行不滚之事 他为何会如此看着我们 就在此时我的好徒弟肖若琴突然出现 师尊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为师自然是在救人 之前来红阁不是交代于你们吗 不信你问茉莉 看到眼前这一幕 九师妹生气的转身离开了 茉莉娇羞的说道 今天知识多谢苏长老了 无妨 药力上有残留 你再泡一会儿吧 琴儿 为师还要去找于宗主谈些事情 茉莉就交给你照顾一下了 今日多谢于宗主相帮 要不然我一是英明就滚了 弟弟客气了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还用说谢谢吗 姐姐我们的微博渠道突拍了吗 现在万事俱备只限东风 这种灵境说不是反品 但成本却不高 而且还能符合你的要求 姐姐好手笔 一开始只要给大家展示 然后买装有微博的灵境 这样谁还能拒绝21周的八卦呢 接下来就交给弟弟我吧 身为穿越者的我 这种八卦还有小说我手到起来 很快便编辑了一大堆 就在我编辑正嗨的时候 外面一道声音突然传来 苏北 你个王八蛋 给老子滚出来 老子刚拔出清瓶剑 我到底要看看是谁有胆子 在这个时候找自己的晦气 我竟然一不小心成了全民公敌 每个人都想提刀干我 就连我女徒弟的父亲 都亲自来打算将我一顿暴揍 我怎么就成了大家口中 人人喊打的大色魔了呢 莫子妹 莫家组长莫战询问管家 小强和黎儿是不是和苏北在一起 管家说道 少爷和小姐与苏长老一起吃饭 然后苏长老就拔剑了 随后就把小姐抱走了 可是黎儿被剑气伤到了 应该没有吧 因为苏长老把小姐抱进了红阁 听到红阁 莫战直接爆发 苏北你个小可爱 敢把老子的女儿弄到红阁里面去 来人 给我包围红阁 红阁下方此时已经被众人围得水泄不通 有让我赔茶楼损失的 有让我交出莫离的 与红袖调谈的 弟弟的仇人挺多的嘛 都是些小节色 不用管他们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 想想要怎么扫评用户不认识字的障碍 在21周建立新月宗与建宗的合作据点 派专人讲解热搜内容 不识字还爱凑热闹的人绝对不会错误 弟弟先别想这些了 我刚看了一眼 楼下几乎都是莫家的人 这么大的一个家族 居然和我公然叫正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人在从中作本啊 看我待会怎么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此时新月宗弟子急急忙忙地跑 宗主 莫家族长莫战求见苏长老 弟子在下面听到莫族长扬言要把苏长老给近身才谈发休 这老头好大的口气 竟然想给我嘎了当太监 看我一会怎么收拾他 此刻莫战已经手持大刀拦在门外 而就在此时小强从红阁缓缓走了出来 都已经几个时辰了 想不到苏长老的战斗力竟然捅不到这种地步 当撞到自己老爹才反应过来 小强你姐姐怎么了 你又为什么会在这里 父亲 姐姐中了河欢赛 所以才被苏长老带到这解毒的 莫战直接一巴掌将小强扇飞了出去 你这个做弟弟就这么保护你姐呢 我能管得住他往自己嘴里塞要吗 你就是淫魔苏北吗 而我并没理会他 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外面的吃瓜群众纷纷开始吐槽起来 说我是欺男大女的恶徒 针尖挺冲着我喊道 苏长老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句话呀 我于是说道 是与不是 说与不说 又有什么意义呢 只见莫战举起手中的大刀说道 把我女儿不轻 不白地带进红阁 你给我说意义 今天不给我个交代 我绝对饶不了你 快说你将我女儿带到红阁 到底做了什么 若是黎儿有个好歹 我莫站定送你归西 我去 原来舔刀也能遗传啊 而且在此时莫尼突然出现 父亲 我在这呢 两个女徒弟之前 同仇敌太想要送我归西 而现在却相互吃起了醋 我的魅力这么大吗 不仅师姐师妹对我爱慕不已 现在就连女徒弟们 也因为我吃起醋了 莫尼连忙为她父亲的 所作所为道歉 并向父亲解释 苏长老发现孩儿状态不对之后 就立即带孩儿来红阁医治 因为只有红阁的韩玉泉才能化解 当众人知道我是无辜的 竟将矛头指向了吴华雀 此时莫站也走了过来打算向我道歉 我完全没有理会他 只见我看向上方的天空 然后缓缓说道 二十一帝接不出 万族之劫四古狼 后来 剑宗参战 而剑宗内侍还叫天下剑宗 原因剑先 金丹助击数不胜数 以身际剑才击退了大荒修士 后来 天下丢了剑宗 剑宗没了天下 苏某说这些 只是想告诉大家 剑宗之人不善言辞 不愿解释 但三尺轻松在手 绝不输任何一场天下大义 而我随随便便讲的两句话 竟然让徒弟有所领悟 莫占此时泪流雨下 苏长老 是老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了 险些误伤了苏长老 莫组长无需多虑 事情已经都过去了 苏某倒是有个不情之情 日后苏某会在莫府办一场盛大的剑宗招生演讲 只要人来 就可以领十个鸡蛋 莫组长没问题吧 那此事就拜托莫组长了 另一边莫离正要换衣服的时候 萧若琴突然来了 萧若琴问道 莫小姐挑选衣服不知要办给谁看了 自然是给师尊看了 萧若琴害羞地问道 难道你和师尊已经深入交流过了 要不是你来的不是时候 否则真不好说 不知萧仙子为何如此紧张呢 两人也是互相争乐 吵得不可开交 这样让莫离更加怀疑萧若琴和我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师姐 尚仪是我心性单纯 竟没看出你与师尊的关系 什么若琴 子君 师尊 这辈子我定要将你们全部踩在脚下 而在我的激情演讲之后 报名见宗的人已经超出往年的记录了 我告诉他们这才拿到哪 本尊的连环记还长着呢 童儿 上围师这儿做 让围师看看你最近修炼得怎么样了 这小丫头又是哪根筋不对劲啊 怎么这么大的错位呢 琴儿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闷闷不乐呢 萧若琴害羞地问道 师尊你会收莫离做徒弟吗 莫离天赋绝佳 相貌出众 而我资质不佳 相貌平平 我怕师尊到时候会不喜欢琴儿了 我抓住萧若琴的手 我说你脸怎么这么红了 原来是吃醋了 琴儿放心 师尊不会收了新弟子就不喜欢琴儿了 你在师尊的眼里永远是我的宝贝徒弟 要问庄逼 我苏北第一 来从我讲课 人手十个小鸡蛋 没错这就是现代修仙界讲课 夜晚 为了缓解琴儿的心情 我带他出来逛街 琴儿 抓住为师的手 我带你去买糖葫芦吃 琴儿怎么样 糖葫芦好吃吗 吃着糖葫芦的萧若琴心中暗想 想用糖葫芦收买我 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就在此时萧若琴看到旁边有算卦的 连忙叫住了我 听到算卦的三个字 我的灵感就来了 我走到算卦的摊位前 老先生 给我们像个面如何 老头上下打量了一番后 一头雾水 你们俩似乎都有命结 似乎你会死在他手上 不对不对 他好像会死在你手上 这老头究竟是何许愿意 竟然能看出前世今生 而我并没理会老头所说 老先生 准不准在意 我们借一步说话 我将老头带到普通 给他介绍起赚钱的买卖 拉来一个修仙苗子十个零食 凑够一百个来建宗提现 而且你还能让你们的同行加入 把他们发展成下线 你当个中间商赚差价起步美赛 苏长老放心 有一个算一个 这件事包在老夫身上了 那我就在建宗静后加音了 我随后抓着萧若琴的手 快速向衣服铺子跑去 苏长老来了 苏长老是给这个小姐买衣物吗 我们与宗主吩咐过来 全场都有她来买单 与姐姐真是个富婆呀 这是我徒儿 从里到外全部给她来上一套 对了 里面的衣服多给我徒弟挑几件 捡贵的挑 换上新衣服的乖徒儿貌似天仙 亮下了我的眼 笑若琴一脸害羞 世尊你这说的也太夸张了吧 就在此时我竟然偶遇了九师妹 我赶忙打了声招呼 师妹好巧啊 你也来买衣服吗 也不知道我哪里惹到了九师妹 九师妹也不搭理我 独自一人离开了 回去之后的肖若琴将衣服扔在了地上 这个大魔头给我买这样的衣服 不就是想在双修的时候让我穿吗 可是这么贵的衣裳买都买了 要不就是一下吧 就在肖若琴正在换衣上的时候 我碰巧来找她谈工作 世尊你真讨厌 难快给人家出去 四日 墨府门前早已排起了长盾 全都是来领鸡蛋的人 这可把墨战心疼坏了 十万个鸡蛋就这么没了 老爷 您当初也没说只有修仙的人才能领啊 我这胸口的墨战对我说道 苏长老 是不是已经可以了 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吧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 他来得先憋个大招阵下场子 不然累死也没人听得到我讲吧 墨战站在上方喊道 接下来是剑宗五长老苏北 为大家宣讲剑宗的招生政策 让我们有请苏长老 下方的众人一脸猛逼 苏长老是谁啊 他和领鸡蛋有关系吗 就在我上台的时候 给下面的针尖平打了个手势 鼓长老打手势了 快放仙鹤 只见一只巨大的仙鹤出现在了天空之中 众人也是被这仙鹤所吸引 在修仙界号称颜值天花板的我 其实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称号 那就是仙界大忽幼 能把最穷的剑宗 给大家忽幼成最豪宗门 我相信在修仙界也只有我苏北人做到 是我的高光时刻终于开始 我告诉台下众人 修仙难 难于上青天 宗风剑宗有仙道 可以横绝二十天 剑宗真容而摧尾 一夫当光万夫莫开 剑宗虽有云乐 不如早还家 修仙难 难于上青天 侧身希望长姿街 而我刚才的这首传世之诗 并如门大佬佩服不已 激动的进步游落泪 如此好时 得立刻通报宗门 下方众人相互讨论 不愧是如门大佬 这都能听得懂 说起来应该让孩子去如门装点墨水才对 我一脸尴尬 什么情况啊 怎么不提剑宗提如门 我苏北岂会为他人做嫁衣 看来要掏出点干货出来了 我爸气的说道 那位如门大佬都说了修仙不易 可为何还要修仙呢 所谓修仙 第一看的便是气度 修过多少冤枉仙 就决定你有多大气度 很多弟子背叛了我剑宗 但我剑宗却还是送了他一百万下山 背叛剑宗的人都有一百万 那么将来忠于我剑宗的 岂不就是几个亿了 另一边 南风国师府底内 下人突然比方 先生 闻圣庙中雕像的眼睛亮了 有传世知识现世 而由长老已经从东风谷国将诗文传回 如圣里秋一点不紧 东风谷国一向上舞 想不到竟然还有这样的人才 派人去打探一下 此时那名看身材就知道是美女的妹子 忽然站起身来 父亲 让女儿去吧 刚好想和几个熟人见一见面 看来这位美女目测就是我下一个女徒弟了 刚走出墨城就看见一大批去剑宗的人 无谓别的都是为了那好几个异趣的 多可爱的人啊 明封如此善良淳朴的人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 莫黎和小强也出来为我们剑琴 莫黎还送了我一件小礼物 让我回到剑宗以后再打开 这可把一旁的肖若琴气得够呛 我赶忙带着弟子们跑路 没办法女人吃起醋来太可怕了 当走到交叉路口的时候 弟子们问我接下来要选哪条路 我告诉他们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大路安稳且尽 还没等我说完 针尖里这群老六选选择了大路 肖若琴心中暗想 师尊他带我上小路 那里荒芜人应该不会是想对我图谋不轨吧 随后便问道 师尊 我们为什么要走凶险且远的小路啊 无二 那本主角必须修炼功法上面 不是说主角跳牙必有其余吗 所以为师这不是带你来跳牙了吗 可就在此时身受重伤的九师妹逃了过来 师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会受如此重的伤 师兄快走 有人围猎我们剑宗 你可以嘲讽我是修炼废物 也可以对我百般侮辱 但你唯一不能的就是伤害我的亲人 这是我唯一的底线 如果你伤害了我的亲人 我管你修为比我高多少 苏北都要让你付出代价 身受重伤的九师妹 奄奄一息地倒在了我的怀里 看着受伤的师妹我心动不已 师尊九师叔怎么会这样 师叔是不是要不行了 你别乌鸦子 小心我垂你啊 你师叔他还有气呢 赶快把我之前给你的大管丹拿出来 肖若琴拿出丹药地点的我 可九师妹受伤严重 口中都是淤血 必须得把这口气顺出来才能服药 于是我双手抱住九师妹的细腰 打算将淤血排除 这可把旁边的肖若琴气炸了 师尊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忘借机砍油 不然你误会为师了 我这是在救你师叔呢 你先躲远点 别见你一连血 九师妹口中的淤血在我的努力下终于咳了出去 我马上让肖若琴将手中的丹药给气扶下 师尊 九师叔这样就没事了吗 我告诉他 接下来就只能看你九师叔的造化了 没过多久九师妹虚弱地睁开了眼睛 而九师妹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赶快逃走 不要管他 我告诉师妹他已经安全了 师兄带你回宗门 可就在此时围猎剑宗的那名面具人出现 云海剑星果然不同凡响 并爱我们练续后期的剑招 竟然还能逃到这里找你的相好求助 可是你这个杂碎伤了我师妹 看来又是一个剑宗长老 就你这点本事也敢学别人开宗门 真是笑死人了 敢伤我师妹 今日我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就你一个小小的化神还想报仇 我缓缓起身 无二 照看好你师叔 为师收你为图时 说修仙是一件极其枯燥乏味的事 最重要的不是实力有多么高超 而是不要多管闲事 但修仙只要沉着冷静 仔细判断 量力而行 打破修仙世界规则跟铁律的人 我们称他为废物 可是不懂得重视最轻之人 红宗之人的人 连废物都不是 收徒以来 你还从未看过为师出手 但今日为师想要霸气一回 只要胆子大 帅哥师兄是你的 今日的我也终于霸气了一回 我举起手中的轻平剑 只用了一剑就将围猎剑宗之人给秒杀 这就是伤害我亲人的后果 九师妹一脸深情地看着我 没想到师兄一直在隐藏修为 我隐藏个屁 还不是因为徒弟修行了剑点第一式 才触发了系统反馈 将发动的剑招增加了100倍效果 孝若勤问道 九师叔您为什么会被人追杀 刚才路过此地时 发现我剑宗弟子被两名念居然所杀害 我一脸不解到底是何原因 要围猎我剑宗弟子呢 九师妹说看见剑宗弟子 被困在飞气笼罩的法阵内 然后那弟子的剑骨就被飞气 拖着从身子里面抽了出来 听到此话肖若勤目光呆滞 回想起了前世的心酸往事 吴尔 你是见过吗 怎么这么大的反应 肖若勤连忙解释说 他从未见过如此恶毒的手法 杀人不过头点滴 拆人剑骨也太损了 我定要找到幕后之人 为我剑宗弟子报仇 而我从师妹口中得知 对方竟然还有痛苦 为了以防万一 我抱起师妹打算送回宗门 可此时肖若勤却叫住了我 师尊 难道我们不找悬崖了吗 不要横生之劫了 你师叔不能再出任何意外了 走了一天的路 终于安全了 我赶忙分负乖徒弟 给九师妹烧一补茶 肖若勤一脸猥琐地看着我 师尊 我刚好带了桃花茶 这就被师叔泡上 师兄 我们剑宗有桃花吗 看来师尊那天果然是瞎编的 这下九师叔要生气了 我看你接下来要怎么办 这怎么能难得住我苏北呢 师妹想看的话 正好不见风有片空地 师兄可以在不见风 为你种满桃树 肖若勤端着茶尴尬地走过来 可下一秒 还没反应过来的 我便被九师妹抢吻了 师妹你这是干什么呀 不要这样呀 看到这一幕的肖若勤 如同晴天霹雳 转头便快速跑着离开了 肖若勤眼角湿润 他明明痛恨苏北 可看到苏北和别的女人拥吻 他却不由心痛了起来 可最惨的是 竟然一不小心从悬崖上掉了下去 看来肖若勤是想要验证一下 主角修炼功法上面所说的 主角跳崖必有奇遇的说法 搜说主角跳崖必有奇遇 而我们的乖徒弟肖若勤 竟然打算带着自己的九师叔一起跳崖 这是什么奇葩的想法呀 因看到九师妹强吻我 肖若勤一气之下跑了出去 不小心坠落悬崖 好在抓住悬崖边 没有第一时间掉下去 而他还在为刚才九师妹的事情吃醋 我赶忙跑了过来 败家徒弟 别撒手 围师来了 可我这倒霉徒弟偏不听我的 要掉下悬崖的时候他慌了 我才助击 我还不会飞呢 在这千锦一发之际还好我赶上了 随后便是对着肖若勤一顿教育 让你别撒手 你倒好直接放弃挣扎是吧 肖若勤哭得死去活来 师尊不是和九师叔在一起热吻吗 他管秦儿做什么 我这乖徒弟从陌生开始就一直在吃醋 真是小心脸啊 为师怎么就和你九师叔一直在热吻啊 我要这样为师还分神管你 为师就应该不管你 让你摔个稀巴烂的了 此时我突然想到 肖若勤刚刚掉下悬崖 要是自己没出手是不是已经发现机缘了 在猴子肚子里找到什么绝世功法 我一脸坏笑地看向肖若勤 乖徒弟 你要不要再跳一次 这可把肖若勤惊呆了 他以为是我和九师叔亲嘴亲疯了 肖若勤直接拒绝 我才不会让师尊这个大坏蛋得逞呢 我赶忙叫住肖若勤 乖徒弟 为师可曾害过你 你想想当师尊的怎么可能还徒弟呢 师尊 你真的不会害秦儿吗 为师发誓 我一定不会伤害秦儿的 为师可是最疼徒弟的 你说起来 为师收你这么久也未曾和你好好谈谈心的 于是我和肖若勤促息常谈 并得知肖若勤修先其实一直都是为了报仇 既然这样徒儿 来几个掌吧 为师虽然修为不高 总爱计较得失 也不在乎身边人的感受 但为师想是一事遮住你心中这挥之不去的仇恨 肖若勤内心十分纠结 要不要再相信这个大魔头一次呢 肖若勤一脸深情地看着我 师尊永远都不会背叛秦儿吗 这是当然 为师会永远保护你的 肖若勤也被我深深地打动 说自己放下了仇恨 以后他还要保护所想保护之人 所以乖徒弟 我们现在可以跳牙了吗 肖若勤说跳牙也行 但是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那就是带上九师妹一起 为了乖徒弟能有奇遇 我也是煞费苦心 将九师妹忽悠到了不鬼牙 师兄你确定是从这里上来的吗 这可是不鬼牙 靠近东风古国皇城 传说的八大神秘地之一 谁也不知道这下面到底有什么 塞着女徒弟和师妹一起跳牙 没想到真的遇见了机缘 主角必须修炼功法当真诚不欺我了 但有机缘的地方往往危机似徒 看着我的乖徒弟和九师妹 在悬崖边上磨磨蹭蹭 我于是在后面助力了一趟 毕竟早跳早解脱对吧 呼哄一声 没想到悬崖下方竟有一处水台 当然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看着秦儿和师妹从水中出来的时候 我瞬间被惊艳到了 这也太哇塞了吧 肖若勤一脸害羞 失尊 你快转过去 这可把旁边的九师妹气坏了 我的沙尖力 真不要脸 当到手就穿上了 想勾引谁呢 我连忙捂上了双眼 并解释自己什么都没看见 天这么黑 我怎么可能看到什么白花花的东西呢 虽然师妹很是不情愿 那对骷髅摆放的多对称 此地必然有机缘 可两人的心思完全没有放在机缘上 肖若勤有些不解 九师叔 弟子身上是有什么东西吗 你这个狐狸精还敢问我 真不要脸 就在此时我突然发现地上有一株奇异花草 九师妹说此花名叫仙缘草 二十年太一次花 可蒙蔽天机 现在咱们的境界谁也用不上 难道要拔回去等八百年之后再用 这个机缘怎么这么拉胯呢 要不我们还是再找找别的吧 可就在此时一阵凌厉的飓风袭来 我顿感大事不妙 只见一头巨大的狐妖向我们缓缓走 没想到这里居然有大妖 果然有灵珠的底 必有灵雾 看来这大妖的目标是仙缘草 师妹只要我们不轻举妄动 想必问题不大吧 可刚说完这番话狐妖便怒吼一声 而这大妖的实力少说也有练须巅峰了 我赶忙让师妹收敛见息 这样她感觉不到威胁的话 应该就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了 可最尴尬的是 在这个时候仙缘草竟然开花了 难搞啊 而仙缘草盛开的时候 四周早已为满了妖兽 想必都是为了这仙缘草而来的 好在我早有准备 随身携带着这根去魔箱 即使受潮汹涌也会绕着我们转 而且那大妖称词也就是个练须巅峰 与无数凶兽相争之后 我们便可混水摸鱼 到时候仙缘草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那狐妖一声怒吼之后 开始对周围的妖兽疯狂扑路 没想到嘀咕这狐妖了 这狐妖很有可能是何道静 师妹 趁着大妖在打怪 我们赶快悄悄娶了仙缘草 然后溜之大吉 就在狐妖将杂鱼们都解决完了之后 发现居然有人在打他仙缘草的主意 这狐妖竟然直接来了个超进化 刚娶到仙缘草的我总感觉后背阴凉 当我一抬头才发现 狐妖竟然抱走了 这不尴尬了吗 堂堂见宗武长老 面对和道静的大妖终究还是不敌 但好在被一神秘女子所救 也不知这名女子是何来历 本想在狐妖打怪的时候浑水摸鱼 将机缘悄悄带走 可没成想这狐妖的实力竟如此恐怖 刚想跑路就被发现 这不就尴尬了吗 看到被激怒的狐妖我也失去地认了所 五哥都是误会 您大虎不计小人过 咱们个走哥的倒怎么样 可这狐妖一点面子都不给 一掌便拍了下来 实力不计的萧若晴直接被拍晕了过去 这狐妖疯了吧 看见人类就不要命 这就是败家徒弟的机缘吗 难道我堂堂见宗武长老 今日竟然要死在狐掌之下嘛 就在这危机关头 九师妹义无反顾地挡在了我的面前 并让我带着秦儿赶快逃走 可下一秒九师妹便被狐妖一掌拍飞了出去 可我苏北又岂会是贪生怕死之辈 看着倒下来的师妹我伤心不已 你这个傻女人 那可是合道镜的大妖啊 怀中的师妹虚弱地说道 师兄这下我们扯平了 你说回去之后要再不见风扇中满桃花 还算数吗 我的活祖宗啊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些呢 我一脸深情地看着怀中的师妹 师妹 维兄说过的话当然算数 接下来看师兄一剑活劈了这狐妖为你报仇 妻我可以 但妻我所爱之人不行 今天就算是死 我也要从你身上弯下一块肉来 本打算借助轻平剑的力量 看看能不能因此重创狐妖 可还没等我蓄力完成 就被这狐妖一脚踩在了脚下 你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 对不起 哥也是主角 只见狐妖的脚底板被我给刺穿了 下一秒鲜血便瞬间喷出 可这也彻底激怒了狐妖 地长就将我给拍飞了出去 能伤到河道镜大妖 不愧是宗门至宝 可这一招已经榨干了我全部灵气 狐妖丝毫不给我喘息的机会 巨大的胡爪就向我拍来 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狐妖居然被冻住了四肢 随后一道声音从耳边传来 你这孽畜 无故造杀孽 今日我便要替天行道 仙子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不仅一招将河道镜大妖秒杀 更是赐给了我乖徒弟 一场极为不得了的造化 本以为自己要交代这狐妖的找下 好在一神秘女子 及时出现将我救下 狐妖看到不敌打算逃跑 可神秘女子可不打算 就这么放过她 必招有风来疑 直接将狐妖带走 高手从来不会回头看结果 终于得救了 莫非这才是徒弟的机缘 女子直接将长剑架 架在了我的肩膀上 尔灯也是为了仙缘草而来 我连忙解释 仙子对我等有救命之恩 去去仙缘草尽管拿去 女子询问我不过化神后妻 是如何伤的那狐妖的 在下见宗武长老苏北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还未请教仙子方明 我名南基 一介散修 死要服下 而等伤势极可痊愈 这女子骗鬼的 哪有散修能修到一掌 批死得到的杜结妻 那就多谢仙子了 其实在下也不知道 如何伤了那大妖的 可能是碰巧罢了 其实仙子大可不必隐瞒身份 天下杜结屈之可数 几乎都是老头子 仙子这般雍容华贵的仪态 恐怕只有圣地那位了 女子笑了 原来这个大魔头 竟然将我当作要烟了 倒也没必要否认 今日就装上一下也无妨 而我还在沾沾自喜 还以为抱上了 圣地圣女的大腿 为了以后能再修仙界横着走 我也是当起了田狗 争取成功拿下面前的大佬 可就在这时 九师妹的伤势越发严重 女子查看一番也是大吃一惊 没想到九师妹 竟然是被煞气所伤 我连忙询问男仙子 可有破解之法 还好体内残留煞气不多 我只能暂时压制煞气扩散 想要寻求破解之法 还需去南风谷国找苗疆一族 得到仙缘草的男鸡 打算在他临走之时 送我一场造化 果然被我猜对了 原来这才是我乖徒弟的机缘啊 男仙子在下早已看淡求仙之事 若仙子真有此意 不妨将这番造化赠予我的徒弟 男鸡一脸不解 苏北当真叫人摸不透啊 男鸡特意向我强调 这造化对我而言可是极为不得了的 我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这不得一波肥啊 为了打消他的疑虑 我连忙夸起了我的乖徒弟 男仙子不必多言 我卖徒儿天赋绝顶 可却跟了我这么一个不入流的师父 如今有此机缘 我定要他在以后的修仙道路上畅通无阻 用心感受这场你师父替你求来的造化吧 剑宗的剑点分为两半 而今的剑宗所存的乃是仙道剑气 另一半则是王道剑气 杀伐之一更胜 这一是王道剑 名曰断山河 山河面前你也可一剑斩之 在这番造化下 肖若晴不仅领悟了剑点第二次 修为也突破至助击巅峰 我也成功触发收图万倍反馈系统 成功领悟王道剑点全部招式 修为更是突破至化神巅峰 之前一直想送我归息的肖若晴 已经成功被我感动 如今的他对我一脸崇拜 没办法这就是哥的个人魅力 在历经千辛万苦后 肖若晴终于得到了他的机缘 而我也在收图万倍反馈系统的奖励下 获得了丰厚奖励 此刻的我正在沾沾自喜 真不愧是气韵之子的机缘 这奖励也太爽了吧 只见醒来的肖若晴 跪在地上呼气着 师尊不是不入流的师尊 师尊是全天下最伟大的师尊 秦儿惭愧 萌寿师尊如此恩德 直到现在才明白师尊是全心全意为秦儿好 我有点小尴尬 我有你说的这么伟大吗 一旁的男仙子 拿着刚才河道妖丹也来给我送你 男仙子 万万不可 在下已经受了仙子大恩了 本尊献剑宗人情 今日赐你徒弟机缘 送你妖丹如此也算还情了 而且这枚妖丹炼制成丹药可治你师妹的伤势 听到此话我连忙收下了这份大力 随后男仙子便遇见飞行离开了 师尊 这仙子真是的大好人了 圣地的圣女当然不会是坏人 可萧若晴搞不懂的是 男仙子去的不是京城方向吗 圣地难道也在京城 没准人家仙子想去京城吃得早点再回圣地呢 别管那么多了 我们该回剑宗了 你师叔还等着丹药解毒呢 萧若晴一脸深情地看着我的背影 随后突然叫了我一声师尊 乖徒儿 叫为师何事啊 没事 就是想叫一叫师尊 随后我们便继续踏上了回剑宗的旅途 另一边剑宗中门外 两名弟子正在说笑 五长老一见过去河道大妖都没了 那个针尖廷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我一脸不爽 恨不得上前给那两名弟子一耳光 但身为剑宗长老的我格局还是要有的 随后吩咐萧若晴 让他把河道妖丹给三长老送去 就说九师妹伤势很急 为师拜托他炼药智商 还有就是务必让路过的弟子都知道 这是为师送去的丹药 以免他赖账 听到了没有 丹霞峰的丹房内 一名弟子正在向丹炉内添加着一位主要 随后请三长老过目 剑宗三长老莫行俭 一脸郁闷 没想到化神巅峰的妖丹也失败了 弟子问到底是什么丹药 连化神巅峰妖丹都顶不住啊 原来三长老欲借一品造化丹 冲击一品炼丹师 化神妖丹不过赌运 练须妖丹的成功率实不存一 河道妖丹方能十拿九稳 师尊 那咱们用河道妖丹不就可以了吗 那是河道妖丹 又不是糖豆 你说得到轻巧 弟子指了指窗外 现在宗门都是五长老斩杀 河道大妖的消息 三长老很是激动 连忙问弟子听谁说的 就是刚刚有个游历回来的同门在外面说的 当三长老打开窗户后 便看到针尖挺这小子 正在大肆宣扬和表演我的光辉事迹 苏长老向前一步 乌华却狼狈逃窄 清平一见惊天地 莫成一线弃鬼神 乌悔崖底欲玄机 河道妖前正见心 不得不说针尖挺这小子文采可以啊 没想到三长老竟然当着弟子们的面 指着我的宣传海报就是一顿点滴 点滴过后更是疯狂踩着海报发泄心中的不爽 没办法谁让哥就是招妹子们崇拜你 不管在哪总有一些人极度哥的优秀 但很快三长老便被啪啪打脸 原来当看到针尖挺夸张的宣传后 三长老很是不爽 这就是掌获河道大妖的消息 越说越没捕 还什么话神奇的断鹤 吓破河道的胆 真是岂有此理 随后三长老冲上来就是给针尖挺后脑壳一扇子 叫你忘义长老 搬弄是非 一宗门律法 可逐出宗门 老夫在问你 方才所言是真是假 但还是有许多弟子都愿意相信我的事迹 针尖挺也是有点无语 大家都在谈论五长老 为什么就对他上纲上线 三长老谈论起了最近刮起的偶像崇拜风气很是不好 不仅无意修行 还有是偏颇 尤其是这个苏北 身为剑宗长老 整日游手好闲 每日聊妹 现在还有脸说他掌获河道大妖 真是岂有此理 本来是我的赞赏大会 现在却被三长老改成了批斗大会 说什么修仙世界 实力为尊 像我这般不务正业 只会吹嘘 如何能够服众 而且一百年修为都寸功未尽 还有脸当剑宗长老了 随后将我的海报直接丢到地上疯狂踩踏 可就在此时萧若晴带着河道妖丹前来 九师叔伤众 若晴奉师命送来河道妖丹 请三师叔出手练丹救师叔姓名 当萧若晴看到我的海报被踩在脚下很是不爽 而三长老还对我送来的河道妖丹完全不信 这就不怪我的乖徒弟当众打他的脸了 是真是假 三师叔一探便知 当三长老接过河道妖丹检查一番过后 没想到真是河道妖丹 这真是苏北弄来的 大家也终于相信了真坚挺所言非虚 苏长老真的在不悔牙下与大妖血战 一剑掌和河道大妖 萧若晴在地上捡起被三长老踩脏的海报 为我打抱不平 三师叔 现在九师叔和师尊都受了很重的伤 希望师叔早日炼出丹药 而且是谁杀的大妖很重要吗 随后萧若晴便气愤地离开了丹霞峰 此刻的我正在房间内照顾着受伤的九师妹 师妹一直都是这么冷冰冰的性子吗 九师妹小脸通红莫不作声 师妹你这是怎么了 脉搏怎么乱了 难道是伤势加重了 可就在九师妹要向我吐露心声的时候 把师妹直接推开了屋门冲了进来 妹妹你怎么样了 师妹只是受了伤 灵气无法凝聚 但现在没什么大问题了 怎么会没事呢 随后一把拽过九师妹的手 这脉搏快得像打鼓 脸也红得不得了 放心吧 小师妹那是太阳晒的 现在确实没有性命之忧 八师妹拽着我的手就往屋外走 妹妹没事我就放心了 师兄 你先随我来 那天晚上的事我们还没有聊完呢 九师妹一脸猝意 我就知道你们两个有事瞒着我 我左手牵着宝贝徒弟 右手抱着高冷师妹 没想到刚回到建宗就又进了修罗场 面对这些如饥似渴的师姐师妹 我真的是太难了呀 为了不让自己的姐姐和我出去约会 九师妹居然装起了病 八师妹连忙上前查看 看来真的有暗伤 我于是又再度把脉 但却没发现什么异常 而九师妹却在这时问那晚 我和八师妹做了什么 八师妹笑着解释道 就是那天在后院的晚上啊 你不是也来了吗 在你来之前师兄教了我一套剑法 所以今天师兄回来想和他切磋一下 而我也反应过来 九师妹该不会是在吃醋吧 看来要好好验证一下才行 于是我又手指刮了下八师妹的鼻尖 师妹不要乱动 你鼻子上有脏东西 这可把旁边的九师妹气炸了 当即就想从床上跳下来捶我 可就在这时 肖若晴从丹霞峰回来了 当他走进来却看到了这尴尬的荧幕 这都是些什么日曼修罗场的剧情啊 我连忙拦住要离开的肖若晴 旁边的姐妹花正在幸灾乐祸地看我怎么解释 可我的乖徒弟并不买账 气哄哄地转身离开了 毕竟是自己的徒弟还是要宠的 于是我便拜托八师妹照顾一下 乌兰小师妹 自己要去哄我那宝贝徒弟去 八师妹让我放心去吧 妹妹就交给我了 九师妹则是小脸通红 内心更是狂喜 只因我叫了她一声乌兰 而另一边的肖若晴正在树下吐槽我是个渣男 居然辣手催了姐妹花 当她看到捡回来的海报瞬间气上心头 对着海报就是一顿狂慨 发泄着心中的醋意 果然女生都喜欢吃醋 但肖若晴看到我竟然放着姐妹花不要 来找她心情瞬间好了一半 乖徒儿 原来你躲在这呢 别耍小性子了 为师带你去吃糖葫芦好不好 居然拿我当三岁小孩子 看来师尊真的和前世不一样了 看到地上掉落的海报 我随即捡起欣赏了起来 虽然姿态粗狂 又被谐印污浊的面貌 但依然掩盖不了我玉树临风 风流倜傍的偏偏气质 肖若晴跪在地上痛哭自责着 从今以后 晴儿再也不敢恃意妄为了 身为爵士好师尊的 我又怎舍得去责备我的乖徒弟呢 女孩子的心思还真是难琢磨 也不知道我的乖徒弟以后 会不会成为九师妹那种高攀不起的样子 而就在此时 大师姐突然从床边出现 大师姐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师姐早就来了 只是师弟现在眼里都已经没有师姐了 师姐说笑了 师姐这么大气磅礴 想不注意到都不行啊 女王师姐居然让我跪下舔她的脚 但却被我用一条黑丝成功拿下 你们没有看错 这就是我研发的丝袜 苏北世家 而且我还特意在建宗召开了维密选秀大会 大师姐一脸温柔地看着我 是师姐漂亮还是你的干姐姐好看呢 这还用说吗 自然是我家师姐好看了 可我刚回答完 便被师姐一脚踹飞 师姐一脸鄙视地看着我 你还有脸回来 没良心的东西 才几天就被死鱼勾走了活 在建宗五百年都没憋出个屁来 去红阁才待几天就整个微博热搜出来 圣地开幕仪式就只剩下半个多月的时间 你想好办法了吗 我告诉师姐 如今宗门资金不缺 师弟只需略微出手就能让宗门大放一彩 就是我这想法需要师姐点头同意 师姐很是不屑 还以为我要借机迫害门内女弟子呢 我苏北可是证人君子 平日里高空亮节 五百年来守身如玉 未见宗父汤蹈火 此次下山兢兢业业 没想到师姐居然这样想我 可紧接而来又是师姐一脚 并嘱咐我让我少东西歪脑筋 过几天就是你二师姐八百年大寿了 二十一周宗门连同皇家都会来建宗祝寿 师姐 嗨目是需要您的大力支持啊 师姐当然可以支持你 但我家小北北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此刻我内心慌的一批 难道师姐想让我跪下舔他的脚 其实师弟早就想送师姐一条独一无二的裤子 奈何公务繁忙 听到我要送裤子师姐当机不爽 就是你徒弟 师妹以及你那干姐姐都有的裤子嘛 我连忙拿出我为师姐准备的丝袜象棋介绍 此裤长短贴合 还有独特的标志 是师弟专门为师姐量身定制的 而我也成功地服务女王师姐 得知我对战大妖一定受了伤 临走之时还送了我一枚丹药 这丹药能补充气血 留着傍身吧 帮我打开师姐送我的丹药 这可是师姐为突破肚结之后 恢复气血准备的一瓶血练丹啊 想不到师姐竟然对我如此之好 几天过后师姐在宗门山下 吃着她最爱的仙猪下的灌汤包 当众人看到师姐腿上穿的苏北世家 妹子无不为之疯狂 可下一秒便飞快向屋外跑去 嘴里还不停地喊着 苏长老我来了 我一定会被选上的 这场面贪比春运啊 师姐连忙一把揪住一名妹子询问起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武长老要选到旅了 女弟子人人有份 师姐没来得及多想 扔下手中的灌汤包 遇见飞行就向着不见风飞去 苏北 你又在搞什么飞机啊 我苏北一出手 震惊先进21周 我要在剑宗的开幕式上 表演一个所有人从未听闻的舞蹈 那就是千剑观音 师妹喂药 师兄 这要好苦啊 良药苦口利于病 喝完才能好得快 师妹张嘴 为兄在里面特意给你加了蜂蜜 这要有回甘的 九师妹盯着我的手指 不断地在脑中脑补着 随后竟然一口将我的手指含入嘴中 我连忙让师妹松口 师妹 你要矜持才对 九师妹不情愿地松了口 师兄真不懂情调 但这次师兄应该看到我的实力了吧 师妹 你真是深不可测呀 师兄 其实师妹一直有句话想对你说 可就在师妹打算对我深情告白的时候 大师姐突然出现打断了这浪漫的一刻 苏北 你又在搞什么飞机啊 刚告诉你二长老八百大寿要到了 你就整摇蛾子 知道的是剑踪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选飞呢 大师姐一边揪着我的耳朵 一边对九师妹嘘寒问问 这就是差距啊 随后便拎着我的耳朵离开了 留下独自恋爱脑的九师妹 这要 确实加了蜂蜜 真甜 师姐很生气 那些女弟子都快被迷得五迷三到了 师姐有所不知 师弟一出手 便可震惊二十一周 师姐一脸不屑 不就是震惊二十一周吗 剑踪开幕是哪一次不够震惊 师姐 您那好像不叫震惊 叫讨性吧 师姐刚打算出手教训我 就被我拦下 我说大师姐鬼斧神功的开幕表演 给了师弟无穷的灵感 那就是一个所有人都没听闻的舞蹈 名为千剑观音 很快剑踪千剑观音评选比赛正式开始 宗门内的女弟子无一不为之疯狂 五长老 性别不要卡得那么死 我们男生也是可以的 大家先进一进 本次召开剑踪弟子来此 是为了选出百名女弟子 红本长老一同参加圣地招新开幕式 参赛过程公平公正公开 现在正式开始 很快我便开始了选飞大赛 呸呸呸 我苏北是那样的人吗 这位身材妖娇大长腿的妹子入选 这位胸怀宽广 智虎忠诚之徒 也很是不错 还有这位可以解锁上百种姿势的舞蹈弟子 正是我所需要的人才 一下子就有十几个不错的入选 真是赏心悦目啊 不错不错 就是不知远处要离开的杂役弟子有何才艺了 感觉应该也是人才 想知道我苏北为什么深受女弟子们的喜爱吗 那是因为我不仅人长得帅 还有一颗暖男的心 所有女弟子在我心中都是最美的存在 像白月光那样洁白无瑕 不管你是内门弟子还是杂役弟子 在我苏北这里都是一视同仁 在我挑选千见观音的女弟子时 发现正要离去的杂役弟子 而他们却被前来参赛的内门弟子所嘲笑 我们正经弟子都得争 你们也配奋一杯羹 就在大块头女子欲要和他们争论一番 却被身旁的剑宗雅女剑娘拦下 剑娘 你干嘛不试试啊 你明明可以的 看他们要走我及时出现将他们拦下 拜见五长老 这时剑娘他不会说话 还望五长老见谅 随后一身剑子肉的妹子便介绍起了剑娘 剑娘人很好的 也特别漂亮 而且每天不光练功还要再喜剑持喜剑 五长老 剑娘可以入选吗 我打量起了面前的剑娘 随后缓缓握住剑娘的手 杂役弟子也是我剑宗弟子呀 所以 剑娘 你愿意同我一起去参加开幕式吗 剑娘用手语告诉我 自己没有资格去 自己不会说话 境界不高 也没什么天赋 大块头女子为剑娘感到心痛 剑娘每天那么辛苦 又那么努力 哪怕每天喜剑喜到很晚都一定要练功 而她说的这些话我也都记在了心里 我拉着剑娘的手将她和大块头带上了表演台 我告诉台下的弟子 天赋 地位和实力是这个世界唯一的道理 但在这里 大殿的角色并不高于那最低的基石 在这里 无论是杂役弟子 内门弟子 乃至清传弟子 剑宗都会包容所有剑宗弟子 剑宗一世同源 而我的这番慷慨激昂的话 也令在场所有人看到了希望之光 就连一直以为只是选妃的闹剧的大世界 都对我刮目相看 很多弟子纷纷跪地 一时才俊可惜金丹被废的花小桃 为就同伴修为近师还毁容了的叶小宇 他们之前哪个不是宗门的天骄亮眼般的存在 也许这千见观音 注定就是他们的舞台吧 我走到这些女弟子们的面前 你们可愿意 随本长老一同参加开幕式 曾经的他们也是天才 受到过别人的敬仰 不知道多少年 作为被遗忘在角落 受到数不尽的嘲讽与谩骂的他们 这一次终于看到了阳光 一生愿意 响彻了不见风整个角落 做我苏北的徒弟 什么天才地宝 顶级丹药都随手相送 不是因为哥大方 而是因为我的收徒万倍反馈系统 徒弟升级越快 我便能获得万倍反馈 之前答应九师妹要为他在不见风 种满桃树 今天我则带着乖徒弟一起来栽树 师尊 现在种树是不是晚了点 我告诉他种一棵树 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其次就是现在 就在此时肖若晴发现前方的山峰 要火山爆发 这怎么可能呢 剑宗又没有富士山 再说了怎么可能说爆发就爆发呢 可我刚一回头 才发现上方的丹霞峰 好像真的爆炸了 想必应该是三师兄练丹成功了 这样看来师妹很快就可以好起来了 肖若晴看着我的背影 难道师尊和九师叔已经这么亲密了吗 此时三长老如同超人一般向我飞来 师弟 维兄成功练出了一品造化丹 成为了一品练丹师 多亏了你的河道腰丹 这几颗红色的便是一品造化丹 只需一颗便可有大地之姿 维兄借此突破一品练丹师 感慨颇多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决定做出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那就是墨家千年不传的丹方 即与其无偿献给宗门 我看着三师兄手里的丹药问道 党问师兄研究此丹的老祖姓圣名谁啊 老祖名叫墨伟 原来是伟哥呀 师敬师敬 没想到这丹药只是轻轻一嗅 周身就瞬间通畅 不愧是能引起腥风血雨的一品丹药 肖若晴内心窃喜 师尊若是吸收了这造化丹 想必会更加强大吧 可三师兄刚说完此丹极为珍贵 让我好好保存 找个合适的契机在服下 却被我随手丢给了我的宝贝徒弟 乖徒弟 听到你三师伯刚才的话了吗 吃下去洗个水 师弟 你可能误会为兄的意思了 此等丹药即便对合道境界也有不小的作用 而且还可以提升修炼的上限 天赋 体质等 可我完全没有理会三师兄 而是让我的乖徒弟 变真仔细一点不拉地吸收掉这枚丹药 这可是连师尊服下都能逆天改命的丹药啊 师尊居然就这么给了我 难道在他心里 我竟如此重要吗 萧若勤眼角湿润 师侄多谢三师伯炼制丹药 师尊 因为弟子做得太多太多了 这丹药弟子愧不敢当 这小丫头怎么在外人面前还害羞了起来了 我连忙给三师兄使了个眼色 三师兄了然于心 那个 为兄丹霞峰还有事 就不打扰了哈 萧若勤起身将丹药放在了花朵中打算离开 我连忙将他叫住 修炼鼠尼卷 拍挂去拒绝 没想到高冷的九师妹 居然大晚上夜洗我的屋门 可我却被师妹误会成了变态 本打算叫住我的乖徒弟 让他扶下造化丹 却一不小心将他压在了身下 这场面也一度尴尬起来 博尔 为师不是故意的呀 师尊 你这样做不好吧 我捏住秦儿的樱桃小嘴 为师让你吃你就吃 酱什么酱 张嘴 萧若勤却闹起了脾气 死活都不肯扶下这造化丹 我也不惯着他直接将丹药塞进他的嘴里 快点将丹药咽下去 什么时候咽下去 为师就什么时候收手 最终我的乖徒弟总算是服下了造化丹 另一边三师兄也是对我的改变刮目相看 连一品丹药都不为所动 两名弟子正在议论三长老练制一品丹药 引发的天地一向而感慨 就是这一向持续的时间有点长啊 三长老到底是练的什么丹药啊 能持续这么久 当三长老看到丹霞风滚滚黑烟傻了眼 原来是自己忘关丹炉了 导致丹房失火 我的河道妖丹 我的宝贝啊 虽然大火被扑灭了 可惜造化丹却被烧成了渣渣 自己辛辛苦苦炼制出来的造化丹却一颗没吃上 大师姐赶忙过来安慰 水火无情啊 三师弟 看来你与那造化丹注定无缘 可他想了想师弟那里好像有存货 他甚至舍得给徒弟 给我这个做师兄的还不是随随便便 想到这里他一个纵约来到屋子上方 有得必有失 老夫成就一品炼丹师 有些灾乐在所难免 然而方才为武师弟送去一品造化丹 他却随手丢给弟子服用 我还从未见过如此高风量节之人 师弟 我都这样吹捧你了 那造化丹的有哥哥的一份了 众人也是被我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而大师姐思考在三决定是时候 将轻一和老六放出来了 希望北北不会在轻一的寿宴上惹祸 我也在乖徒弟吸收造化丹后 获得系统反馈 成功突破之半步炼虚 并获得精纯的大道之气 师妹服下大环丹后 伤势也好了 可惜他不是我徒弟啊 忽然又能薅一波羊毛了 还有啥能给徒弟用的呢 莫黎送的储物戒指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伤势好转的九师妹 此刻正在遇见飞行赶往我的不见风 这一路多亏了师兄 师兄 有些话我已经藏了许久 今晚 师妹不想忍了 只见师妹一脚就踹开了我的屋门 映入眼帘却是我在摆弄着肚兜 当我看到面前的师妹 真是尴尬到了极点 那个 师妹 你听师兄给你解释一下呀 刚被九师妹误会成变态 就又被八师妹推倒 而这尴尬的一幕也恰巧被我的乖徒弟看到 看来今天的夜晚注定不平静啊 我拿着从储物戒指翻出来的红肚兜 刚要和九师妹解释却被师妹打断 师兄 我只不过是前来谢过师兄的血气单 除此之外 我什么都没看到 师兄继续吧 师妹告辞了 师兄放心我会为你保密的 我赶忙上前想要拦下九师妹 这肚兜 是墨家大小姐送给维兄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是墨家大小姐让维兄查看研究 你也知道 师兄我酷爱做衣服 打算再给大家来个苏北秘密 可九师妹完全不听我的解释 气哄哄地转身离开了 完了 这下完了 我的仪式英明啊 就在我哼着小曲洗着肚兜的时候 八师妹突然冲了过来 直接从池子里咬了一条洗衣水 咕噜咕噜地将洗衣水一饮而尽 为了不让八师妹发现 我赶忙将肚兜收了起来 师兄 你见到我妹妹了吗 一会儿工夫没盯着 就找不到她的人影了 你来得不巧 九师妹刚才被我气跑了 八师妹询问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何事 而且 怎么感觉这屋子里面热热的呢 而肖若勤这边吸收完造化 当后实力已经达到半步金单 18岁就达到半步金单 足以笑傲21周的天之骄子 当然这一切多亏了我大公无私 肖若勤随后拿起手中的长剑 开始修炼之前得到的剑点第二式 奈何现在的自己实力有限 还没办法完全掌握剑点第二式的诀窍 思虑一番过后 打算先回去找我请教一番 此刻的八师妹身体燥热 八师妹 你这是干嘛呀 这样不太好吧 你要冷静啊 师兄 师妹好难受 你就让师妹抱一会儿吧 话音未落 八师妹居然一把将我扑倒 看他这样子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啊 师妹 你必须要冷静 为兄可不是随便的人 迷迷糊糊的八师妹打算将我的倾平剑挪一下 会防止八师妹一不小心将我变成她的姐妹 我连忙反抗起来 可一不小心将床脸扯了下来 而我的宝贝徒弟碰巧也在这个时候来了 这场面怎么比之前九师妹来的时候还要射死 我连忙让我的乖徒弟不要走 快来救救为师吧 没想到两个姐妹花都喜欢强吻我 之前被妹妹强吻 现在又轮到了姐姐 我真的是太难了 面对如鸡四可的八师妹 我显然是有些招架不住 好在我的宝贝徒弟来得及时 也不知道你师叔是怎么回事 忽然就这样了 只见被捆绑着的八师妹嘴里还一直说着我要 而我也是一头雾水 可当我看到手掌这才反应过来 一定是刚才那个杜兜 那个杜兜绝对有问题 萧若勤一脸气愤地看着我 杜兜又是什么情况 秦儿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现在的重点是怎么解决你八师叔的问题 可没想到八师妹居然直接将裤子撕坏 这也太劲爆了吧 萧若勤连忙捂住我的双眼 让我不许看 可下一秒八师妹竟然正拖了束缚冲着我扑来 别看情况不妙 我直接将秦儿推到一旁 当她反应过来 又看到了曾经熟悉的画面 凭什么 你们两个姐妹花都能强吻我的师尊啊 明明是我先来的 而我已经感觉身体完全被掏空了 可八师妹还不打算放过我 在一番积吻过后八师妹总算是冷静了下来 差点就被自己的师妹给憋死了 看到秦儿生气我也是赶忙解释 秦儿只是在生自己的气 师尊对秦儿这么好 可每当看见师尊与别的女人有亲密之举 总是心中不悦 见状我抓起秦儿的手 打算带她出去散散心 而躺在床上的八师妹正在不断脑补 居然和师兄接吻了 会不会怀孕呢 而且妹妹好像也喜欢师兄 如果真的怀孕了 宝宝以后是不是要管师兄叫爸爸 而我也在外面不停安慰着我的宝贝徒弟 如果一定要生气 还是身为师的气好了 撒出来有意身心健康 你的心情也会更加舒畅 到了夜晚我和秦儿在不见风上 看着那美丽的月色 九师妹则躲在大树下偷看 可当她看到早晨栽的桃树 她瞬间就明白了 师兄这么做自然另有隐情 看来是我错怪她了 次日清晨 二师姐习轻衣的八百大寿终于在剑宗开始了 没想到吧 我胡汗三又回来了 今天真是苏北的顶级修罗场啊 没想到二师姐习轻衣的八百大寿 不仅我的三个女徒弟都参加了 就连我的干姐姐也特意前来 二师姐正在台上唱着DJ 此时一名弟子禀报 二长老 有墨家的来信 二师姐拆开来信 原来是墨离要拜入剑宗 而我也带着我的乖徒弟前来给二师姐拜寿 当二师姐看到我来了 气得咬牙切齿 好你的老五 害我颜面尽失 看我一会怎么找回场子 可当她打量我一番过后 发现我居然已经达到半步练须的修为 我告诉宝贝徒弟 待会不管谁来挑衅都不许上台比武 萧若清一脸不解 师尊这是为何呀 我告诉她要韬光养晦 二十一周大比的时候 再给她们一个小小的剑宗震撼 所以现在要低调一点 此时剑宗二长老戏 轻衣的八百大寿庆典正式开始 接下来由真坚挺给大家隆重介绍 东风古国墨家墨战党 星月宗宗主于红秀党 我的干姐姐一见到 我就开始对我调戏起来 看弟弟在剑宗过得不错呀 有如此爱徒在身边 难怪不肯去姐姐的星月宗 就在此时我大师姐突然出现 两人之前都互相不对 再加上看到鱼红袖特意穿着苏北施加前来 大长老这么清闲 还有功夫在这里管女王 哪里有余宗主清闲啊 身为宗主还特意大老远地 跑来给剑宗二长老过受验 场面也是一度尴尬起来 二师姐还是有些排面的 二十一周大大小小的门派几乎都来了 经过半天的争吵 肖若晴看到子军前来不由紧张起来 他没想到这个时候子军会出现 胡儿 你听说过这个李子军 肖若晴连忙解释 听说传闻她是如圣李秋之女 胡儿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 当我看到子军小姐姐全身红得发紫的气韵 不由感叹这要是我的徒弟该有多好啊 而李子军也注意到了苏北 他转头看向离去的苏北 师尊 我们又见面了 这一次我一定要送你归西 接下来就是二师姐独自在台上的表演时刻 没想到二师姐还是个卖霸高手 感觉他要是在剑宗混不下去了 出去唱歌也是个不错的出路 而就在不远处 之前吴华圈那小子正在虎视眈眈的盯着我 看来是打算今天要找回场子了 如今我苏北的威名已经传遍了21周 就连东风古国的林皇后都对我赞赏有加 此刻末站见到二师姐走来 连忙上前碰杯 毕竟末离不日就将败入剑宗门下 给女儿在剑宗铺路还是有必要的 随后二师姐端着酒杯开始了人际交往 一杯杯的美酒下了步 显然是有些醉了 老六这时走了过来 二师姐 好歹咱们也是一起面壁的交情 这面子得给师弟吧 可还没等习亲一答应 便被老六直接强行灌酒 你也不能让二师姐干喝呀 好歹给我吃一粒花生米呀 老六则表示 要什么花生米 下酒还得用酒 你看这不就下去了 可二师姐则想变探比武变喝酒 弟子赶忙传话 西长老发话言武开始 很快21周内的弟子便纷纷上台开始了装逼 颜阳宗吴时俊 金丹初七 请赐教 二十多岁便是金丹 也算得上天之骄子了 很快便有人前来应战 来人则是北风门的灵破天 实力也是金丹初七 在针尖挺激情宣布下 李武正式开始 坐在宴席中的一名女子 似乎对这种小打小闹不感兴趣 而她正是东风谷国林锦鱼 文长老 听说贵宗有一位姓苏的长老 此人无论财气与修为皆是上上之选 甚至还佩戴剑宗至宝倾平剑行走世间 而林锦鱼的这番话却引来了 吴华雀那个废物长老的质疑 林皇后说的是贱宗的苏北吧 排气确实有些 不过修为却着实不够看 听到吴华雀的人敢嘲讽我 大师姐一脸不爽 但也没和这个废物过多计较 随后便和林锦鱼交谈了起来 皇后 贱宗却有苏北其人 在长老中排行第五 那边坐在屋顶之人就是我的师弟苏北 林锦鱼打量着屋顶上的苏北 她一脸不解 这个苏北看起来平平无奇 怎会深得皇上青睐呢 天宫是虽猛 但吴时俊却守得游刃有余 所以带林破天体力不知 便可轻松取胜 正如萧若勤所料 没过多久林破天便拜下阵来 不愧是先天道体 看得真是透彻 获胜的吴时俊在擂台上叫嚣着还有谁 紧接着一名弟子便霸气登场 建宗徐不败 特来讨教 与此同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苏长老 莫成一别 好久不见 不知道莫黎妹子此番前来建宗所为何事啊 莫黎随家父前来 一是观礼 二是拜师 前世的三名女弟子今日终于齐聚建宗 你以为左拥右抱是一种享受 但其实不是 这明明就是女徒弟们的修罗场 当得知莫黎要前来建宗拜师 我顿时提起了兴趣 不知莫家小姐打算拜何人为师啊 家父的意思是拜系长老为师 听到此话旁边的萧若勤有些疑惑 前世莫师妹好像在招生之后拜师尊为师 这次怎么要拜别人为师了呢 可就在此时 莫黎居然单膝下跪 来到苏北面前 不过莫黎想拜入苏长老门下 苏长老看到莫黎送的礼物了吗 没想到我苏北居然也会拜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 萧若勤健壮赶忙打断了莫黎 师尊 你感觉那徐不败胜算如何 我也发现了宝贝徒弟的一样 看来是又吃醋了 莫黎拿出自己调制的毒药打算哄天我服下 但我也不傻 这水一看就不对劲吧 我喝个屁啊 随后两人便相互阴阳了起来 其长老在剑宗出类拔萃 莫小姐应当听从令尊的安排 不要擅作主张 萧小姐是怕自己最爱的世尊被我抢走了 没想到女徒弟的修罗场竟如此可怕 连我这个剑宗五长老都只能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就在这时一只可爱的喵心人跑进了我的怀里 喵桑你是谁家的孩子 原来这只小猫咪是南风谷国李子军的 多谢先生帮忙抓住大白 大白总是乱跑 原来仙子的猫咪叫大白啊 要是这仙子跟大白一样扑到我的怀里该多好啊 这时之前的儒家大能走了过来 小姐不要乱跑 这里毕竟不是南风谷国 而由叔叔放心 剑宗会保护子军的安危 我也不由惭愧了起来 不愧是儒门之女 连跟班都是儒家大能 苏北啊苏北 看来这离子军注定与你无缘了 而身为辽媚高手的我 又怎么会轻言放弃呢 于是迎诗一首诗词聊表心意 此去今年 应诗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 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子军真的很喜欢这首词 再次重逢 子军并当面请教 看着离去的气韵之子 我多少有点不舍 毕竟那可是颜值中的天花板啊 而另一边徐不败不负重望 拿下的剑宗首胜 胜出的徐不败 还不忘对着我溜絮拍马 台下的各宗长老和弟子 也是议论纷纷 师尊 声明确起啊 不愧是苏长老 随口指点便能让人受益匪浅 我也是一脸猛逼 这也能扯上我 眼看我剑宗之人出尽了风头 那吴华雀的长老便开始搞事情 灵异 上去教他剑宗做人 吴华雀领金丹中期 前来指教 徐不败剑来人 正是他们剑宗的死对头 二话不说便拔剑开弹 然而金丹中期的灵异 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只一招便完胜徐不败 身为气韵之子的萧若勤 实力到底有多强 修为只有半步金丹的他 只一即便将吴华雀 金丹中期的弟子秒杀 师父的尊严由我来守护 有不服者 来战 此刻的擂台上 吴华雀的灵异使出了一招 从天而降的长法 狠狠地拍在了徐不败的头上 只见徐不败蹊跷流血 身受重伤倒在了地上 这还没完 灵异居然脚踩徐不败 并嘲讽苏北在他师尊面前 就是个跳梁小丑 更是口出狂言说自己要打十个 就在此时一道熟悉的身影 向灵异走去 在墨城之时 罗日天殿被我师尊一员一剑所压 犹如丧家之犬 几天便赶在二十一周 所有宗门面前大言不惭 作为师尊的唯一弟子 剑宗肖若晴 半步金丹 请指教 看到我的宝贝徒弟想要替我正营 我十分感动 但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让他不要闹了 肖若晴抬头看着上方 师尊对秦儿的好秦儿全都记得 师尊真心受徒 徒儿抵此相报 随后霸气拔出妖间的长剑 不仅有先天道体 还有大道之气的加持 当真恐怖如斯啊 可即便如此灵影依旧装逼 先天道体又如何 大道之气又怎样 半步金丹竟然敢挑战金丹七 那我今天就让你 见识见识两者之间的差距吧 可还没等他出手 便先吃了肖若晴一招快剑倒地 这时灵影才反应过来 刚才大意了 没有闪 被激怒的灵影又使出了 她的绝招续云火掌 对着肖若晴拍去 只见肖若晴眼神灵力 丝毫没有要躲闪的意思 王道剑点 见二段山河 直接将灵影的续云火掌 披成了两半 台下众人无不震惊 半步金丹竟然真的胜了 这要是入了金丹内环了得 能交出这样的徒弟 苏长老又岂会是陆路之辈 大师姐也发现肖若晴用的是王道剑 但不知为何他怎么会王道剑呢 难道是苏北这小子教的 师弟 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 是我这个师姐不知道的呢 而我也是松了一口气 赢了就好 这败家徒弟吓死为师了 这下轮到肖若晴装逼了 只见他满血满蓝在比武台上叫嚣道 师尊的尊严由我来守护 有不服者上来一战 这一次我的宝贝徒弟 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 半步金丹修为丽娅 两名吴华雀金丹七弟子 真的是当众打吴华雀这些废物的脸 不料这群卑鄙小人 居然偷袭我的宝贝徒弟 既然如此便由我这个 做师尊的出手找回场子 刚调打完领引吴华雀 却就又派了个金丹后期的胡骏上场 真是不要脸啊 金丹后期打人家半步金丹 胡骏一上来就使出吴华雀的上城攻伐火龙术 而这怒火烧身乃是火龙术第三世 就连寻常金丹巅峰都挡不住 只见肖若晴紧闭双眼 这一世 我要陪师尊走过断剑山 去一趟平西郡 路过春山府 翻过楚皇山 台下的大师姐惊呆了 这是剑二 这才过去多久怎么可能领悟出来 只见肖若晴一招剑二 只若出剑 就将胡骏这个废物狠狠击飞到了擂台下方 半步金丹连胜两名金丹 当真恐怖如斯啊 送给肖若晴两个字 牛逼 而我也因大徒弟勉强领悟剑点第二世 获得6800倍反馈 解锁只若出剑的极致 刹那芳华 真不愧是我的宝贝徒弟啊 师尊爱你哦 旁边的莫离气得咬牙切齿 他不解肖若晴这一世怎么会这么强 而且还修炼了剑点 到底凭什么呀 被打脸的罗瑞天恼羞成怒 决定启动B计划 就在肖若晴未取得获胜而窃喜的时候 胡骏这个废物竟然搞偷袭被刺肖若晴 乌华却之人真是无耻到了极点呀 只见我立马飞身就场 直接将胡骏这个无耻之徒干翻在地 看着受伤的宝贝徒弟我心痛不已 老子还没找罗瑞天算账 没想到他却先狂吠了起来 竟敢指责我公然干涉小辈比武 身为长老对弟子出手 你到底有没有把吴华却放在眼里 没想到此时二师姐竟然站了出来 罗长老这是要代表吴华却砸了习某的寿宴不成 该说不说二师姐有事真上啊 习长老 苏北重伤吴华却弟子 今天必须要有个交代 不然我吴华却可不会善罢甘休的 既然苏长老伤我弟子 身为师资 为徒弟打抱不平也是合理的 所以我要跟苏北切磋一下 台下的大师姐和三师兄也不知如何是好 只有林锦宇想看一下这场好戏接下来的发展 只见我抱着我的宝贝徒弟走下擂台 秦儿今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为师为你赶到骄傲 接下来为师给你看一朵更好看的莲花怎么样 我将秦儿交给大师姐让她帮忙照顾一下 随后从腰间掏出轻平剑缓缓走向擂台 赶上我的宝贝徒弟 今日我势必要让你付出代价 本打算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 但竟有人敢欺负我的宝贝徒弟 既然如此不装了 我是主角摊牌了 看我见二叉奈芳华一剑斩只见我手持轻平剑 缓缓走向演舞台 台下的儒家大能认为我此战必败 毫无胜算 可李子军却不这么认为 反而满眼期待地看着我 此刻的罗日天在台上十分叫嚣 苏长老 没想到你竟敢直面罗某 化神的实力终究要辱莫轻平剑的名气 我满脸不屑 完全不把他这个跳梁小丑放在眼里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今天势必要让你为我徒弟的伤势付出代价 台下的师兄弟也在为我担忧 虽然突破了半步练须 但对手可是练须中期啊 还是打不过呀 可最担心我的还是大师姐 我的小北北你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啊 反观于洪秀则是一点都不紧张 你的宝贝师弟可是河道巅峰呢 我碰上都得束手救情愿君摆布 此刻的我将灵气汇聚于蜻剑 苏某在莫城能一剑压的你不敢向前半步 今天这里可是我的主场我依然可以 罗日天剑状也摆好架势 既然苏长老入戏太深 该配合你演出的罗某也要尽力表演了 朱宗长老都在这里 今日看看到底谁才是跳梁小丑 台下的针尖亭也正在卖力讲解 罗长老的火龙借助太阳之势 隐隐有河道之威 苏长老也不甘示弱 向前踏出了第一步 只见我一个剑步便冲着罗日天袭去 身后无数莲花为我开路 火龙在我的莲花面前完全不够看 罗日天急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打算用出全力一击将我秒杀 面对熊熊烈火我没有一丝退意 罗日天眼看我被他的火龙吞没又狂吹了起来 区区半步练须也敢对无华雀不尊 这就是无华雀的实力 话音刚落 我便一个闪现出现在他的身后 一招见二刹奈芳华完胜于他 此刻的罗日天跪在台上不敢相信这一切 随后音声倒闭 这三牛逼的战力也是惊呆了台下众人 这是半步练须 这下总算轮到我装逼了吧 各宗的长老纷纷谈论起我的实力 苏长老这一剑怕是在场诸位 都没有把握能接得住吧 这一剑颇有当年天下剑宗的风采啊 我来到宝贝徒弟的面前 怎么样 为师刚才霸不霸气 世尊刚才帅极了 随后我便带着宝贝徒弟回不见风了 大师姐看着我离去的背影 看来晚上有必要和我这师弟好好谈谈了 回到不见风后 我赶忙询问起宝贝徒弟的伤势 波尔感觉好多了 多谢世尊关心 就在肖若勤想和我说莫离之事 我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世尊 你这是怎么了 没想到还是让你看到为师狼狈的一面 本以为这一世的莫离将不会败我为师 但没成想带着前世记忆的他依旧选择了我 我的好徒儿你这是要搞哪出啊 就是可怜我的二师姐了 师姐人家也不想和你抢 但宋上门的徒弟我也不能不收吧 此刻的我因为刚才对战导致葬死全无 经来进断 肖若勤本打算将自己的灵气输给我 但一想到我还没有教过他 要是现在出手定会对他起暴露身份 可现在的我伤势愈发严重 肖若勤心痛不已 管不了那么多了 师尊一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就在他打算出手疗伤的时候 九师妹来了 别乱来 我有办法 师妹 你怎么来了 你不生气了 九师妹拿出大环丹给我服下 我看着九师妹的脸颊顿时感觉伤势好了一大半 随后师妹便开始为我灌输灵力疗伤 一旁的肖若勤在旁边呆呆地看着 九师叔是来给师尊疗伤的 绝不是有私心 经过九师妹的灵力灌输 我的伤势也得以缓解 看着一言不合就要离开的九师妹 我连忙起身抓住师妹的手 师妹 桃花要开了 到时候来不见风 我们一起赏花吧 此时烟花齐放 气氛也烘托到了极点 师妹一脸害羞 嘴角微微一笑 好的 师兄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 师妹这应该是原谅我了吧 不想了 我转头看向宝贝徒弟 烟花一放 擂台应该彻底打完了 我们回去吧 师尊 九师叔是先人 离开不见风却用走的 她是在等你开口啊 此刻的二师姐站在擂台上说道 诸位 今日不仅是喜某的兽弹 更是有喜上加喜的好事 老六于是在下面调谈道 二师姐 你终于要嫁出去了吗 下方的朋友轻点打 老六只是喝多了 酒后不言 大家莫要当真 今日 其实是东风古国莫家 莫战之女 即将败入我建宗 台下的个宗道友都在讨论 莫离将会拜建宗哪位长老为师 那还用说 习长老提的肯定是习长老了 二师姐心中暗爽 老五那徒弟也就是有个先天道体 我若是收了莫离 照样压她一头 习长老所言非虚 我女儿莫离今日确实要拜入建宗 随后便问莫离打算拜谁为师 莫离还没说完要拜谁为师 二师姐便一脸自信 急不可耐地摆起了手 不必拘礼 以后都是师徒 可话音未落 莫离便看向另一边 莫离 请苏长老收我为徒 一不小心竟然看见了东风古国皇后洗澡 遇见事情不要慌 其实我什么都没看到 本以为莫离将会拜二师姐为师 不料却对我情有独钟 一手杜兜 红色气韵 真是让我头疼起来 到底要不要收下它呢 毕竟是红色气韵多多益善 大不了以后用我的真诚打动它 夜风有些凉了 徒弟快快请起 我的好师尊 这一是看我怎么好好玩弄你 而我也应收莫离为徒 获得随机奖励物品 至宝寒谈玲珠和仙子穿过十次未洗的肚兜 一夜神奇的纸和真诚的演艺表情包 以及试套俑装 我对徒弟也十分大方 毕竟他们提升实力 我便能获得万倍反馈 于是我便赐予了莫离一枚造化单当作拜师礼 各宗长老和弟子都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旁边的萧若勤有些失落和担忧 他能察觉到莫离并没安什么好心 师尊已经不是上一世那个师尊了 我不会让你对师尊图谋不轨的 随后我便将莫离带回了不见风 你们两个先认识一下 然后在草堂休息吧 为师去睡猪圈了 两人一进房间变火药为食毒 更是直接相互阴凉了起来 师妹好算计啊 拜师和造化单一样没落下 莫离则是装傻作为回应 这可让萧若勤更加不爽 指责他就是吃准了师尊的性子 知道光明正大下拜师 师尊是不会拒绝的 可最让萧若勤不解的是 莫离为什么要拜苏北为师呢 论地位和修为都不如席长老 但我绝不允许你对师尊图谋不轨 莫离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不过早我几日拜师 在这里装什么师姐 师尊说我为徒 难道还要经过你允许吗 师姐可真看得起自己 这可把萧若勤对得是哑口无言 我果然还是不喜欢你 与此同时的猪圈里 我拿出获得的系统奖励 最让我感兴趣的 还是这个连我都没接触过才智的肚兜 我必须要仔细钻研一番 方能让苏北秘密早日问世 当然了还有这枚寒潭玲珠 此屋泡入寒潭 可生玲珑气 滋养五脏六腑七斤八脉 若是多多吸收玲珑气 以后再使用剑二和王道剑 就再也不会伤身体了 随后我便前往寒潭准备修炼 可我刚落地便发现岸上有件衣服 这好像是那个东风皇后的衣服 难道说她在这洗澡 而这一幕也恰巧 被正在洗澡的灵井鱼发现 我连忙解释 苏某不知皇后在此 那苏长老刚才可曾看见什么 虽然我看得一清二楚 但这种事情我又怎会傻到承认呢 还好刚刚获得了真诚言一表情包 其实我刚看到皇后在这 便已经转过身去了 真诚才是唯一的必杀技 虽说林锦鱼原谅了我的过错 但我无意间带回的渡都竟被大师姐发现 这下完了 我的变态癖好宗门几乎人尽皆知了 在真诚言一表情包的帮助下 林锦鱼也相信我所言非需并没看到她洗澡 于是警告我不希望此事被第三个人知道 不然下场你懂得 今日幸好有表情包救命 要不然肯定会被东风皇后给打了 就在此时我突然发现手中好像拿着什么 我靠 难道是林锦鱼的渡都 完了 这下彻底解释不清楚了 但皇后宽宏大量应该不会计较这种小事吧 为以防万一我还是赶紧趁她老人家不在 偷偷放回房里去吧 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哪个杀千刀的竟敢拿本宫的渡都 无奈的我也只好先回不见风了 唯经之计只有死不承认才能保全皇后和我的亲遇了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我苏北也没有拿渡都 可殊不知这一切都被早早到来的大师姐看在眼里 当大师姐看到我手里的渡都也是一脸惊讶 北北啊 你就算是在喜欢渡都偷自家的也没关系 可你这带着凤凰的渡都可拿不得呀 我赶忙将渡都藏了起来 什么渡都 师姐不会是看错了吧 随后我便开始转移话题 询问大师姐此番前来所为何事 之前找的那一百个剑宗弟子 舞蹈练得怎么样了 而此刻我的眼里都在师姐的大长腿上 挺好的 特别好看 大师姐一脚将我踹飞了出去 你最好说的是舞蹈 师姐 人家当然说的是舞蹈吧 放心他们都很努力的 大师姐吩咐我再给他们准备一些我量身定制的衣服 能为妹子们效劳我自然不会拒绝 随后我便拿出刚获得的寒潭玲珠和几套泳衣送给大师姐 毕竟拿人家手短 这样大师姐就一定会为我保守秘密了 忘了告诉师姐 和这玲珠放在一起的衣服 想必得穿上才能发挥效果优 今天就放过你了 明日一同去欢送的宗门 四日清晨 一大早我便看到晴儿在院子里练功 夜惊于晴荒于稀啊 真是不错 就是我另一个宝贝徒弟怎么不在呢 师尊 莫黎师妹也许还在睡觉呢 于是我推开屋门打算叫她起来练功 没想到莫黎做梦都在叫着我的名字 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啊 可就在我轻轻戳她的被子的时候 莫黎突然从睡梦中醒来 一把匕首瞬间出现 这特喵的睡觉还带着匕首 这也太厉害了吧 当莫黎看到来人是我 又变身小野猫 师尊是来叫人家起床的吗 想不到在修仙界也有抄袭 果然不管是什么东西火了 都会出现一群跟风者 本打算叫我新收的乖徒弟起床 却差点被割了荔枝 可当莫黎看清楚叫她起床的人是我 竟然将被子丢到了一旁 还没等我欣赏完就被晴儿一把捂住了双眼 师尊 不许看 萧若勤连忙让莫黎穿好衣服 大早上的给谁看呢 莫黎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阴阳起了她这个师姐 给谁看 南木城还是给师姐看的吗 人家才来一天师姐就什么都要管 师尊都没说话呢你却先急了 我这俩宝贝徒弟真是让人不省心了 一大早火药味就这么浓 我连忙站了出来阻止他们两个继续争吵 偌大的二十一周 败入同门这就是缘分 看你们两个都知道错了 那就握手言和吧 听说师姐为了给灭门的家族报仇而努力修仙 师妹真是拍马屁都赶不上呢 师妹天资卓越 哪里需要努力 萧若勤一把抢过衣子 秦儿多谢师尊 是单给我一个人的 还是别的徒儿都有了 为师我向来对徒儿一事同人 你师妹自然也是有的 女人这该死的极度心啊 就在此时李子军的保镖突然到访 并拿出李子军的信件交给了我 随后便告辞离开了 萧若勤和莫离纷纷猜想为何子军会给我写信 秦儿认为子军是想拜我为师 就是不好意思亲自说出口 莫离则认为是看我文质彬彬 对我暗生情愫想要做我的老婆 就在我拎着这俩活宝前去欢送个宗门之时 一名星月宗弟子急忙跑来 苏长老 各大宗门抄袭严重 阁主请您前去商议良策 刚来到议事厅便被两名姐姐调戏 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啊 随后于红秀便将盗版邻近西数摆在桌上 现在无论星月宗发行什么内容 都会被他人一个字不落地复制过去 若是在放任 不管怕是百姓连哪个是首发的都不知道了 我完全没有将这些不入流的家伙放在眼里 随后提出了我的看法 红阁的不长能力绝非普通宗门能轻易追上的 而且21周的宗门未必能像红阁一般容易探听各种消息 之前说过的会员制现在可以提上日程了 让21周的人自由发声 大师姐不理解难道这样就能避免抄袭了吗 我告诉他们抄袭永远无法杜绝 但我们的创新能力和布局水平一起绝尘 如果他们用抄袭版的成本比用正版高 体验也比正版的差 何愁星月宗不能脱颖而出呢 词我都已经想好了 就叫21周明月夜 满天星抖入星月 八师妹竟然跑回来说怀了我的孩子 要让我为她负责 我去这都什么和什么呀 此时我正在和大师姐还有我的干姐姐讨论刚才的词 21周明月夜 虽然想量但不够文雅被淘汰 而就在此时林景渔突然到访 本宫今日前来 是想请一位长老陪我四处转转观赏一下剑宗 我人直接麻了 这不明显冲着我来的吗 没成想这林景渔今日直接点名要我陪她 就在我打算出言拒绝 你好带着林皇后在咱们剑宗转转 你的徒弟就由我来带 你不必担心 刚一出来林景渔便直奔主题 问我昨晚在寒坛可捡到什么东西 我直接装傻表示自己从未去过什么寒坛 本宫昨日丢了一件衣服 若是还给本宫 一切既往不救 我也不是傻子 这种事情怎么能承认呢 林景渔似乎猜到我打算咬死不认账 他搞不懂的是为何皇上会垂青一个偷衣贼呢 于是便问我和皇上有交情吗 而我连他们东风谷搏的皇上都没见过 又怎么会有交情吗 这就奇怪了 皇上经常提起你的 可能是我的威名已经传遍了整个21周的缘故吧 林景渔见状也从我嘴里套不出什么话来 便让我先行退下 自己一个人走走 很快他便来到了喜剑石 这是千剑观音的女子们正在努力练习舞蹈 而这千剑观音也是深受林景渔的喜爱 女弟子们看皇后来了纷纷参拜 林景渔问他们这个舞蹈是谁的主意 为皇后娘娘 是苏长老看我们各有缺陷 修仙无望 赐我等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 又是苏北 莫非皇上欣赏的是这份对弱者的温柔 另一边九师妹感叹着以后 要能住在不见风就好了 这样不仅能方便照顾桃树 更能离师兄更近了 而我也终于逃脱魔爪 回到了我的不见风 差点就被皇后给摘得立枝 还好我够机智啊 随后我打开子军 给我写的离别信读了起来 可就在我细细品读的时候 八师妹突然来了 师妹 找位兄有什么事情吗 只见八师妹一脸害羞地说道 师兄 我怀孕了 你要负责 我人麻了 这什么情况啊 刚答应九师妹和他一起赏花 不料金被姐姐拦下要我负责 只因八师妹以为亲嘴就会怀孕 当我听到八师妹怀孕十分惊讶 师妹 你可别乱说呀 我们什么都没干怎么会怀孕呢 八师妹小脸通红 师兄 你个渣男居然还不承认 那天你明明亲了人家难道你忘了 我连忙向八师妹解释接吻是不会怀孕的 我不管 你害我担惊受怕了好一阵 我俩的对话也被躲在树后的九师妹听得一清二楚 为了补偿八师妹 我邀请她明日上元节一起去逛街 九师妹一脸气愤 该死 居然都开始约会了 而这时八师妹突然对我说 妹妹她好像喜欢师兄 你明日和妹妹一块去吧 她一定不会拒绝的 听到此话九师妹无奈地叹了口气 多谢姐姐好意 可惜妹妹没空啊 妹妹还要照顾桃树 八师妹见状很是担心 现在妹妹都听见了 她会不会生气啊 我告诉八师妹她只是嘴硬罢了 而且她以后也不会再生气了 明天就和师兄一起去上元节吧 我回到不见风打算包点饺子汤圆过元宵 也不知道我那两个宝贝徒弟爱吃什么 而我刚一进屋便看到他们俩在大大出手 谁也不服谁 女生打架果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呀 我怎么就摊上这两个活宝了呢 为师是怎么交代你们的 鸿门之间要互相关照 友好互助 同单共苦 正所谓一根筷子容易折 一捆筷子掰不断 谁知他俩竟当着我的面又拆起了台 掰不断断是他境界不够高 某些人恐怕一根筷子都吃不消 而他俩这次是真的惹怒了我 我告诉他们俩窝里都算什么本事 想打架二十一周大比的时候 拿不到前三就别回来见我 饿着肚子回来都被你们两个气饱了 肖若勤一脸难过 完了 师尊好像真的生气了 我 师尊只是饿了 而我也后悔让他俩待在一块 现在就这样 以后岂不是什么都要争 万一两个徒弟都爱上我 到时候还不得把我劈成两半 此时两人端着汤圆前来道歉 师尊 别生气了 吃汤圆 虽然外观正 气味香 但总感觉不该吃呢 毕竟是徒弟们的一番心力 不吃起不是让他们含了心 该说不说这个手艺还是可以的 我告诉他们明日我要出门一趟 为剑娘他们采购义务用品 让他们两个在家好好待着别打架 师尊 听说上元节可好玩了 秦儿也想和师尊一起去 行吧 那就一快去 莫离在不见风好好修炼 其实我就是怕他俩在一起 将我这不见风给毁了 本以为是和师尊独处的上元节 没想到居然是三个人的电影 此刻的肖若勤一脸开森 只有我和师尊两个人一起逛花灯 莫离则是在旁边偷笑起来 肖若勤问他在笑什么 莫离直接回了他一句 现在笑都不让笑了吗 一看师妹就是极度 我能和师尊一起逛花灯 说完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此刻的不见风只有莫离一人在家中 莫离见状从怀中掏出见点 这见点是真的呀 肖若勤练的也没问题 到底哪里出了偏差 莫非是我的轮回改变了一些事情 又或者是肖若勤出见的时候 会下意识地摸见底 如今轮回重生定要好好玩弄他们 现在的不见风变化真大呀 没想到还多了一片桃铃 或许是时候再仔细看一看见钟了 今日的肖若勤是一脸开森 还问我他今天和平时有何不同 除了打扮得漂亮一点 樱花胭脂抹的相得意张了一点 也就没什么了 这时我等待多时的八师妹终于来了 小秦也要跟着一起去嘛 肖若勤麻了 说好的一起独处逛花灯呢 看来是秦儿自作多情 打扰世尊了 秦儿这就回去 我一把抓住要逃走的肖若勤 唯是不是和你说过了吗 这次是去采买千件观音的衣物 不是去逛花灯 不光有八师妹 还要去剑池找剑娘呢 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 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很快我们便来到落雪城 街道上熙熙攘攘油为热闹 这是一群人上前来推销手中的盗版林静 我打量着各个宗门的盗版林静 这林静不是很火爆的吗 为何到城门口叫卖呢 原来星月宗突然搞了一个推篮 将这些盗版打压得毫无存在感 我黑黑一笑 不才正是在下的手笔 师兄 那个主意不是你出的吗 师尊 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啊 这可不能怪人家 一群山战伙 只知道拿别人的东西来卖 被挤出市场是迟早的事 而我所研发的正版深受大家喜爱 不仅广告打得牛的一批 就连我这福利都给大家整个明明白白 正版不古 天理难容啊 肖若勤此时更是对我佩服不已 这就是师尊真正的谋略能力吗 真的是太厉害了 就在此时一名老者突然说道 这位姑娘 你命中似乎有大劫难哪 没想到我苏北的名声 已经传到了南风谷国的儒子耳中 就连儒生之女都对我爱慕已久 想拜我为师 只是在大街上闲逛 便被算命的老头拦下 说我徒弟命中有劫难 我连忙上前 请老先生也给我看看面相如何 而我作为老头今日指点迷津的第131名道友 我的劫难居然比宝贝徒弟还大 我连忙掏出金子准备破台免灾 老头见状连忙吹嘘起了剑宗 说我命中劫须命中间 剑锋所至无劫难 想当初那剑宗苏长老一剑鸭的吴华雀 那罗日天不得寸净 随后拿出明帖让我去找剑宗苏长老化解此劫 我看着手中的明帖一脸开森 想不到墨城那个老头还真把事办成了 逛了一天 妹子也是十分开心 只有秦儿看起来有些闷闷不论 秦儿问我们要不要去猜灯迷 我告诉她时间不早了 挑好衣物就该回去了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传来 敢问几位可是参加上缘诗会的 从这位如此口中得知 原来是南风古博的尔下道子 恰逢上缘节 故此办了诗会 若是做得好 引发天地意向 还有机会被尔下先生收为徒弟 此时李渔真辉 男子见状猜测定是尔下先生出手才有如此文采 就这场景还难得见到 苏长老寄到此处 何不上楼一叙 而此人正是南风古博如生 耳下 本想拒绝邀请 但奈何这老头十分迷恋我的文采 非要邀我上来喝杯茶 既然如此就只好给他点面子 苏长老名声在外 不知可否为这些儒子指点一二 是遵邀你去空缠湖 子君想拜你为师 今日便是考笑之日 看你到底有何本事 下面的儒子也是等不及 要听我的传世之作了 既然如此太过谦虚 就显得我装逼了 苏某不才 谈不到指点二字 不过上缘时节 倒有一首诗词奉上 顺便也验证一下 自己究竟有没有说过那首诗 唐诗三百首放身 坐诗我张口就来 而且没首诗必赢的天地一响 这也令耳下先生佩服不已 最后一句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栏山处 更是让身后的萧若晴响入飞飞 灯火栏山处的那人是在说我吗 随后我便向耳下先生 打听起立子君是个怎样的人 子君小姐带人接物俱事温柔 近来也很是崇拜苏长老 总是迎送苏长老的大作 近来是多久 若问具体时日 大概是一个月前吧 一个月前 好像是我刚收萧若晴为徒的时候 没想到竟然有人敢袭击 南风古国李子君 夜晚 耳游保镖正在护送李子君赶路 耳游叔叔 还有多久到啊 过了前面的镇北关 就到了南风古国了 可就在此时一股黑色煞气突然袭来 何方萧小在此造次 速速退去我便既往不救 只见上方出现了一名黑衣人 手持长剑便对着李子君袭去 当他看到来人手指所戴的那枚戒指 好像发现了什么 光头保镖和黑衣人大战一触即发 打了一会儿竟然聊起了天 耳游先生 在下只是想请子君小姐做客 还是不要多事为好 我家夫子面女心切 先生为何不亦同前去如门下请柬呢 黑衣人健壮 既然你冥完不灵就别怪我出手了 只见黑衣男子欲空而立 悬光 现 而光头保镖也不甘示弱 离方顿原 恢然不动 只见两股能量碰撞在一起 产生了巨大爆炸 有点意思 我是那个老家伙还是有点门道的 不过没关系 在下年轻力壮 你这老头总有力竭的时候 随后命令手下节鎮 苦海度饿 耳游先生 别硬撑了 如手才给你多少 至于这么玩命的吗 下一鸟牛车被当场打翻 可怜的小牛牛 辛苦拉车就算了 还被无情击飞 本来没打算对你这老头怎么样 但你不听劝就不能怪我了 就在他二人即将被打了的时候 非一男子居然被人从后面偷袭 耳渊 你尽敢坏我好事 邪魔歪荡 死有余辜 一套丝滑小连招便将那些袭击者打得是落荒而逃 非一男子人麻了 你小子不讲武德 师兄 留活口 可话音刚落被抓的非一男子便咬舌自尽了 逃狠的组织啊 多谢师兄出手相助 方才化解此次危机 耳渊淡然一笑 是遵命我去到玄天取一壶穷水 恰巧途中路过此地 感应到师弟令还破碎 刻意前来相助 还好来得不算晚 没想到九师妹竟想对我霸王硬上弓 而她的这个秘密却无意间被我的宝贝徒弟发现 被解救的李子军连忙向两位叔叔道谢 随后询问其他二人可曾见过这样的戒指 很遗憾的是两人未曾见过 那两位叔叔可曾听闻过吞天魔宫 吞天魔宫不是苗疆一族用来炼鼓的吗 可那名炼剧男子并不像苗疆中人 就在此时精灵城主带着人前来接应 李子军决定先在精灵城内休养生息 这边得到见点的莫黎正在努力修炼 而她也好不容易突破到了筑基 就是这么久也始终不得见一的精髓 此时她突然发现九师叔鬼鬼祟祟了 她去师姐的房间做什么 原来九师妹来到萧若勤的房间是打起了肚兜的主意 明明是人家的尺寸 她穿着翩翩正合适 换上新款皮肤的九师妹心中窃喜 这样子师兄一定会喜欢的吧 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 看你往哪跑 而这些都被躲在窗户外的莫黎看在眼里 师姐呀师姐 平时看着比谁都正派 其实心里巴不得每天和师尊交流感情 倒是九师叔想干什么呀 接下来莫黎便一路跟踪九师叔来到了藏剑阁 她没想到 这里竟还有九师叔要学的功法剑招 忽然九师妹好像发现有人在盯着她 当她回头看到的却是莫黎在一本正经的看书 很快九师妹便将所看的书籍放回了原处 然后急匆匆地离开了 莫黎见状捏手捏脚地翻着起九师叔刚才看的书籍 很快便被她发现了 随后莫黎便看起了小费曼 九师叔偷渡都在先 看小费曼在后 莫非九师叔要对师尊霸王硬上弓 另一边结束采买的我们正在赶回建宗 忽然发现旁边的草丛有动静 当走近看去发现好像是在哪里见过的煞修 又是你们这群煞修 快说是谁指使你们的 黑衣男子倒是名汉子 直接握着我的长剑一剑封喉 选择了自我了结 而这也令我感到了一丝担忧 如此可爱的美女徒弟 竟无时无刻都在想如何才能送世尊归西 八师妹从黑衣男子中发现了一枚令牌 在我打量令牌一番过后并没发现什么 这时剑娘似乎有话要说 于是我便将手中的令牌交给了她 上次和九师妹遇到的便是这股组织 也是同样的手法 剑娘则拿起手中的吊坠 看来这应该是个保命的道具 就在苏北继续寻找线索之时 这时系统突然提示二徒弟成功突破住机境界 获得万倍反馈 宿主境界提升到半步反须 并额外获得十只沙漏 很快几人便继续赶路返回宗门 和剑娘告辞之后 苏北打算先去找大师姐沟通一下 大家得知剑娘一起和苏北去看花灯 真是羡慕不已 剑娘表示为了不辜负苏长老的期望 大家要努力训练争取在圣地招新大典上大放异彩 很快苏北便拿着唐人来到大师姐的住处 大师姐询问苏北这次怎么主动来找他所为合适 苏北拿出所获的罐子 师姐请看 这就是上次将九十妹重伤的那个组织的手段 青子气 竟然将别人的天赋抽离出来 真是可恶至极啊 正好在圣地招新大会上告诉圣女 应该会有些线索 并嘱咐苏北这次圣地巡礼不同以往 两国皇帝都会参加 而且还有天下第一宗仙台的抵士 所以绝对不可逞强 苏北也不傻自己只想安安心心平躺 面子什么的都不重要 于是报告完成后便回不见风了 此刻的苏北一脸享受 躺在场椅上还有宝贝徒弟亲自投胃 真是羡煞我也 苏北提醒莫黎如今她已达到助击 接下来做好准备便可吸收造化单了 修炼上有什么不懂的就跟维师讲 维师自当倾囊相受 随后便一脸睡意地回屋睡觉去了 莫黎看着师尊离去的背影 师尊 晚上做个好梦 今天徒儿就送你归西 当进屋便发现萧若勤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为何一副杜都被偷了的表情呢 萧若勤支支吾吾地对苏北说道 师尊你能不能把杜都还给徒儿 苏北麻了 虽然之前拿了许多杜都 但这次真的不是自己拿的 萧若勤告诉苏北上次在墨城买的杜都不知道被什么人偷了 就是这种款式的 那你也不能把这事赖在围师头上吧 苏北于是一把抢过萧若勤手上的杜都 忽儿放心 围师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 一定会查出那个无耻之徒的 回到房间的苏北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这时我们的九师妹拿着一株能使练须 都可以放倒的花朵来到房间内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九师妹终于下定决心 点燃了那株花朵 燃烧后的花朵散发的迷香 一点点飘进了苏北的房间 可就在这时一柄匕首突然出现在苏北的国警处 原来是茉莉打算在此时送苏北归西 但看茉莉的样子似乎也中了迷香 想必这次要陪了夫人又折兵了 一直想送自己归西的美女徒弟 今日竟主动投怀送爆 在屋外等了半天的九师妹 感觉刚才的迷魂香应该起了作用 于是便肆无忌惮地走进了苏北的房间 可不料苏北竟在这时醒来 而这时九师妹早已不见了踪影 苏北看了看手中的发脏和衣服 师妹啊 你这又是何苦呢 九师妹躲在树下内心很是无语 这次实在是太尴尬太丢人了 而这时苏北也找到独自发呆的九师妹 刚要解释却被九师妹拦下 师兄 我们今晚都不太冷静 苏北见状也只好作罢 随后两人便在不见风赏起了月 而另一边逃走的莫离满脸不甘 为什么九师书偏要跟自己挑同一天 随后发现自己的发脏好像掉了一个 一大早萧若勤便询问起莫离 为什么一脸疲惫的样子 难道是没休息好 莫离但当回了她一句 彻夜修炼所以才没休息好 萧若勤让她修炼也要注意身体 你看你现在站都站不稳 莫离则是满不在乎 师姐昨晚倒是睡得很香嘛 虽然什么都不知道 萧若勤一脸不爽 真是闲吃萝卜蛋操心 关心你干什么呀 这时苏北出现让他们好好修炼 明月和维师一起启程去圣地 这次圣上招星大会 不止两大皇朝的皇帝都会观礼 甚至还有灯仙台 这时苏北突然注意到莫离的手心被划伤 于是连忙上前询问怎么搞的 莫离则是尴尬一笑 这是徒儿对师尊爱的象征 苏北轻轻一点便将伤口恢复 以后受伤了就和维师说 多向你师姐学习学习 人家一个月就半步金丹了 苏北叮嘱他二人到了圣地都安分点 别给他添麻烦 接下来就自行修炼吧 别的徒弟对师尊都是毕恭毕敬的 为什么我收的徒弟都这么奇葩呢 还是师妹对人家好 还得桃树浇水 就是师妹昨晚落下的发簪 要不要现在还给他呢 他是宗门最受欢迎的长老 不仅师妹对他清新已久 就连一直想要娶他性命的徒弟都被他拿捏 苏北此时正在考虑 要不要将发簪交给九师妹 可没想到下一秒便直接将师妹 毕东到桃树下 女人 你已经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师兄好像是变了的人 可这不就是人家想要的吗 但待有的矜持还是要有的 随后便要给桃树为由挣脱苏北 随后两人便在树下闲谈了起来 与此同时在房间修炼的莫里 经过近几日的努力修炼终于提升到了助级巅峰 不仅如此劲还领悟到了一丝智威之境 虽然只有一丝 却也难得了 如今莫里身体内的杂志都被逼了出来 打算找个地方好好洗个澡 不知这一世的东风皇帝还会不会失踪 不过有了支威之境的他 对21周大比的冠军是势在逼得 苏北这边也因莫里的突破获得了万倍反馈 自身境界提升到了练须初期 并获得极致支威之境和致阳之脉 还有一次十连抽当作奖励 苏北当即就动用最新获得的技能支威之境 通过此技能即便万里开外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不妥妥的显微镜吗 而这支阳之脉似乎也有些不寻常 即便是在这寒潭之中他都是浑身暖意 就在这时莫里竟然也来到寒潭泡澡 接下来的画面不太好看我们直接略过 另一边刚睡醒的萧若琴也打算过会儿去泡个澡 然后和苏北出发前往圣地 如今他体内灵气越来越充盈 过不了多久应该就能突破到金丹了 可他刚一到寒潭就碰到苏北和莫里在坛中修行 萧若琴连忙让莫里赶快从寒吃出来 并且他还发现苏北送给他的衣服 好像和莫里身上穿的芋模一样 看来是徒儿自作多情打扰世尊了 堂堂建宗风流长老 今日竟再次碰到吴华却来找查 此时建宗弟子们正在前往去圣地的路上 这时削弱请问苏北圣城乌托邦还要多久能到 苏北告诉他少说还有一天 你看看你师妹 人家偷思摸空的修炼 你却在这墨于百滥 不二啊 前人所物中有定势 剑点的奥妙便是千人千剑 各有剑术 所以你要努力修炼争取悟出自己的感悟 为师先去找你九师叔聊会儿天 很快苏北便来到九师妹身旁 只见九师妹心神不宁 原来是担心不见风的桃树无人照顾 好在聊妹高手早就让吴协去照顾 随后拿出发簪打算交还给九师妹 师妹一脸害羞 这是送给人家的吗 什么叫送 这本来就是你的 拿到发簪的九师妹一脸开森 直接便整理了下秀发将发簪带上 这一切也都被八师妹看在眼里 八师妹留下激动的泪水 妹妹 几人一跃而下来到了剑宗的非洲上 为首之缘正是吴华雀大长老 凌然 听说剑宗苏长老一剑挑翻了罗长老 真是好本事啊 看这架势似乎是要来找回场子 这时我们的苏北也打了过来 见面就已施压人 这便是吴华雀的做派吗 当凌然见到苏北本人还是有点小惊讶的 能以炼须初期的实力一剑胜了罗日天 不愧是清平剑的掌握者 二师姐没想到苏北这小子 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突破到了炼须 就连我们的大师姐都不有感叹 亭日里有手好闲的师弟认真起来 居然如此突飞猛进 这时凌然突然来到苏北身旁并暗中出手 打算震慑一下苏北让其交出罗日天 可苏北又岂会是软柿子任人拿捏呢 罗日天伤了本长老的徒弟 岂能说放就放 凌然见苏北如此不识抬举 于是出言威胁 见宗是要同我吴华雀过不去了 红为名门 有什么过不去的 五百万灵石便可将罗日天交还给吴华雀 难不成凌然大长老觉得罗日天不值五百万灵石 凌然麻了 好大一顶帽子扣在了老妇头上 本打算动手的凌然想到路上偶遇 难保胜算 还是等到了圣地 上了灯仙台 再来找回场子吧 随后放下本话 我们灯仙台上再会 见宗 好自为之 这时三师兄有些犯了仇 看来灯仙台我们见宗不好办了 因为吴华雀有个叫灵多的长老 一百五十多年的半步合道 堪称恋虚守门员 二师姐则让他们安心 一个灵多而已不碍事的 只要别逞强出不了什么差错 随后二师姐提醒苏北 别以为打败了罗日天就了不起了 万一被吴华雀盯上下场有你好果子吃 要问把妹苏北当属第一 就连高冷的九师妹都被他轻而易举拿捏 很快大家便来到圣城乌托邦 苏北嘱咐好两个宝贝徒弟后 便已去外面考察为由借口离开了 师尊一到圣城就出去 难道是去找相好去了 萧若勤不理解 为什么师尊要去外面偷心呢 人家不主动 你就不能主动一下吗 人家又不会拒绝 而莫黎猜测那晚他离开后 师尊一定和九师叔发生了什么 两人这一次竟达成了统一战线 一起跟踪苏北 很快苏北便来到一处幽静的小院 吴兰的院子还真是诗情画意啊 而他俩猜得没错 我们的苏北就是来找九师妹谈情说爱的 并邀请九师妹一起出去逛街 而这一幕也都被两人探在眼里 那叫一个嫉妒啊 苏北拿着剪刀的发簪询问首饰店老板娘 原来此乃凤凰刘金簪 成双成对 不丹麦 成双成对 师妹却不认识此簪 难道那晚另有隐情 随后苏北便给九师妹又挑选了几件不错的首饰 两人走出店铺发现街道众人纷纷一论 圣女又将骑士推出来了 据说吴华雀的灵多长老和道宗的同修长老都冲着骑士去了 就连大殿音寺的高僧都动身了 苏北见状带着九师妹也一腾前去看看热闹 此时骑士上方的阁楼内 圣帝圣女正在一旁喃喃道 这已经是第六次了 不知能否有人看破其实的奥妙 那名戴面具的女子开口道 连师尊都看不破 这帮凡夫俗子哪能这么轻易做到 圣女则认为天下英雄出我辈 保不齐就有一个剑走偏锋的家伙 倒是你 身体还撑得住吗 这时女子缓缓摘下银色面具 原来她正是那日在虎口救下苏北的女子 多亏了上次的仙缘草 良意尚可压制 只是愈发凶怒 圣女让她不行就先回圣帝等待 多花些时日 早晚能找出一个致阳致脉 就在这时女子也在人群中发现了苏北的身意 圣女看她如此激动 到底是谁来了 一个说不定能堪破其实的男人 她是穿越重生的剑宗长老苏北 今日竟然在其实中看到了自己的前世过往 此刻苏北已经带着九师妹来到其实这边 女子告诉大家此其实乃是圣女五百年前从道玄天取得 若是有能堪破其实症 可获得圣地令牌一枚 圣女亲手指点阴四 这时大殿阴四的法将打算出手一试 只见她双手合十 口中不断念咒 不动针眼 查查注意猪鬼 现 只见她轻轻一指 一串巨大的佛珠就瞬间出现在骑士中间将其围了起来 众人本以为以大师恋须巅峰的实力又误了佛门禅机 定能解开骑士的奥妙 可下一秒便被啪啪打脸 这时到宗童修书场 动用自己的天眼绷上前一试 只见骑士上空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眼睛正在窥视其中 据说这天眼通可堪破事件逆掌 师兄 这天眼通真有那么神奇吗 苏北有些不屑地回答道 雾天看个路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要堪破 其实还得顺着特殊的灵气路径才行 这时萧若勤泽假装路过偶遇苏北 世尊 你怎么会和九世书在此 苏北看着这拙劣的演技询问道 不是让你们好好修炼吗 跑出来干什么 这时莫离从苏北身后出现阴阳起善无来 忽而若是不出来 怎么会知道世尊在和九世书在一起游山玩水呢 苏北刚打算解释 于洪秀居然也突然出现在此 此刻的苏北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都可以凑一桌打麻将了 付出所料同修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没想到就连老夫的天眼通都无法堪破其时 苏北见状打算借机离开此地 再不走这修罗场怕是更猛烈了 就在苏北打算离开时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将他拦下 苏长老 你当真不肯放我宗门的罗长老吗 而拦路之人正是无华雀灵多 苏北则是一脸平静地说道 苏某有言在先 五百万灵石便放人 难道苏长老就没有受制于人的时候 苏北自然听出了其中的威胁之意 就在此时二师姐出现挡在了苏北前面 灵多 欺负我师弟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冲我来 灵多则在旁嘲讽起苏北 苏长老不是很牛吗 为何躲在女人背后一言不发 灵某今日就给你见踪一个面子 要么上灯仙台一战 要么堪破这骑士解开其中奥妙 二师姐一脸不爽地对着灵多便是一顿臭骂 欺负我家师弟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和我上台打呀 苏北让他冷静 打算自己出手平息此事 灵长老 若是苏某堪破了骑士 一指作罢恐怕是不够吧 灵多文言掏出一对灵剑当作彩头 苏北见状这才满意地来到骑士旁边 不过是一块石头 苏某还不放在眼里 在显微镜的帮助下 骑士的灵气走向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随后拔出腰间的倾平剑 运转周身灵气汇聚于倾平剑 今日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才叫专业 就在此时他的神师似乎被传送到了另一个地方 这里难道是千年前的天下剑宗吗 而面前的骑士也化成了一道人影 为何感觉此人与自己十分相似呢 你是何人 剑宗破败可是你的手笔 黑话苏北并没回答 大荒金 吞天 他是一剑堪破骑士的剑宗长老苏北 不仅成功打脸无华雀的灵多 更是一亲圣女方泽 就在灵多打算偷偷溜走时被苏北发现教主 灵多长老好像忘了些什么东西吧 灵多剑状也只好含泪交出之前约定的两柄零剑 灵走时放下狠话 苏长老 我们灯先抬上剑 随后便转身气轰轰地离开了 上方的鸡男玉步有感叹 红石掌握无我之境和显微之境 这苏北当真是个可造之才 圣女问他可曾认识这苏北 不毁崖下有过一面之缘 不过他见的是南鸡 圣女文言既然如此那倒是不得不见了 就在苏北堪破其实打算离开之时 却被圣女邀请见面 很快苏北便来到斯南阁的房间内 不知圣女什么时候才来 会不会就是不毁崖下的那位仙子呢 嘴馋的苏北很快便注意到桌上的蜜剑 于是就边吃边等起来 突然感觉身后好像有人正在死死地注视着自己 好你的苏北居然吃我的蜜剑 两人见面相互寒暄过后 圣女也在这时介绍起身旁的南皇季南狱 当苏北看到季南狱时总感觉十分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 得见圣女与南皇 苏某也算三生有幸 不过堪破其实的悬赏圣女是不是要兑现一下 圣女叫苏北放心 答应的奖励自然不会赖掉 令牌做好之后自然会交予你手 指点知识现在变可 苏北深知指点自己也没用 毕竟只有徒弟提升他才能享受最大利益 于是打算将这个机会让给他的两个徒弟 但圣女却有些为难 苏北见状于是上演苦情戏 不可以吗 苏某的徒儿更需要此番机缘 近南狱没想到苏北还是和不鬼牙下一样 将最好的留给徒弟 圣女询问起苏北从歧视之中可看破了什么 苏北告诉他那歧视名为荒石 似乎是千年前万族之节的遗留 其中有本歧书名叫大荒金 随后苏北将从歧视中获得的大荒金拿了出来 苏长老看破歧视 本尊自然不会食言 令牌做成识 八蛋会告诉你 届时带着徒弟前来便可 那就多谢圣女了 苏某曾在墨城附近遇见几个煞修 他们有夺人体制的手段 还望圣地多加注意 随后苏北送上一盒蜜剑聊表寸心 然后告辞离开 圣女神情忧愁 已经过去千年之久 难道天下又要乱了吗 出来后苏北便看见在外等待多时的九师妹 苏北赶忙上前 师妹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走啊 师兄 说好的陪人家逛江南吗 上一是圣女的嫡传弟子 竟要主动拜我们的苏北为师 只因这位气韵之子也觉醒了前世记忆 他之所以要拜苏北为师 其实就是为了阻止那个即将堕落的大魔头苏北 原来就在苏北和九师妹回去时 师妹竟无意发现巷子里有一名女子一直盯着苏北 苏北见状连忙上前打起了招呼 这位姑娘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当她走近才发现 这女子全身散发着红色气韵 我去 圣地这么牛的吗 路边随便站个人都是红色气韵 谁知下一秒那名女子居然撒腿就跑 苏北一脸不紧 师妹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不认识那家伙 这是碰巧从阁楼离开的圣女和姬南玉 看见蜷缩在巷子里哭泣的女子 圣心通明 无露真身 两种绝世天赋于一身 圣女连忙上前询问女子 你叫什么名字 要不要拜我为师 原来这名女子名叫迪一 可他并不想拜眼前的圣女为师 既然知道这位是圣地圣女 何人能比他更适合做师尊呢 迪一表示他心中人选乃是建宗武长老苏北 姬南玉认为以苏北的心性兽徒 似乎确实略胜一筹 其实蝶一内心也是挣扎万分 师尊 这一是我们有缘无分 徒儿势必要阻止那个即将堕落的大魔头 圣女健壮也不再多说什么 他没想到身为圣地圣女的他 竟然会输给苏北那家伙 蝶一 既然你我相遇就是有缘 你跟我去圣殿 若是苏北教得不好 本尊当你是亲侄女来教导 蝶一文言一脸开森 多谢姑姑 另一边回到房间的苏北 马上便开始参悟起吞天精 令苏北没想到的是这吞天精 竟然可以吞噬任意体制 与煞修好像有些相似之处 却修的是灵气 怪不得那些煞修搜集各种天赋体制 但愿不是我想的那样 而苏北的一举一动都被装睡的萧若勤看在眼里 那好在这一世的苏北没有那份野心 毕竟多么牛批的功法也比不上我们的系统 这吞天功法留下来只能徒增祸害 还不如毁了算了 萧若勤一脸惆怅地看着离开的苏北 师尊便是从此刻开始堕落的吗 师尊放心 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你误入歧途了 次日清晨 两个宝贝徒弟都在询问苏北 昨日看不过其实有什么收获 苏北告诉他二人 收获倒是有 可惜他无法修炼 也许你们可以领悟其中的奥妙 萧若勤这时问道 师尊真的只有这一本功法吗 不然呢 其实本就天下独一 怎会藏着两本功法 萧若勤心中猜想 师尊终究还是将吞篇金藏了起来 正在街上闲逛的苏北 发现一名铁匠正在污蔑贱娘偷他的东西 苏北剑状竟敢污蔑嘲讽他剑宗弟子 真是狂妄至极 身为护媚狂魔的苏北 竟一剑斩了欺负他剑宗弟子的大汉 就在苏北出门逛街时 碰巧看到一名卖武器的大汉正在欺负剑娘 不仅污蔑贱娘偷他的东西 还出言对剑宗不敬 剑剑娘与他理论竟要出手殴打 苏北剑状一把将其拦下 你刚刚说什么 说我们剑宗都是废物 苏长老 就是他收了钱还不给我们东西 这无耻的大汉居然恶人先告状 分明是你们剑宗偷东西 苏长老 都是误会 小人的姐夫是吴华雀的清传弟子 听到吴华雀三个字 让本就不爽的苏北更加不开心了 直接掀赏了他一记耳光 并狠狠将其踩在脚下 真是吃了雄心抱子胆啊 连我们剑宗弟子的零食都敢抢 吓得大汉连忙求饶 随后苏北捕摸着剑娘的额头 询问他怎么想着出来买东西了 原来剑娘是见苏北的剑鞘救了 想送个新的剑鞘给他 更是一脸委屈地比划着 又给苏长老天麻烦了 剑娘是不是很没用 剑娘真的是太温柔太善良了 苏北连忙说道 用全身的家当为我买剑鞘 人家感激还来不及 怎么会没用呢 而且这剑鞘很合用 剑娘这份心意苏某记下了 就在这时圣地执法队突然出现 更是听信小人谗言 将一切罪则甩到了苏北头上 苏北则是一点都不带怕的 以抱着大腿有什么用 是这样就觉得苏某不敢出手了 竟敢当着圣地执法的面恐吓他人 目非剑宗眼中已经没有圣地了吗 苏长老当真要与我圣地作对不成 苏北并没理会他二人 而是叮嘱剑娘等他片刻一起回驻地 随后苏北来到执法队长面前 询问他伤圣地执法者 损坏圣女之物 该当何罪 队长告诉他 当然是处以急刑 格杀勿论 队长顿时察觉情况似乎不妙 于是给身后的队员使了个眼色 让他快去请执法大队前来 下一秒苏北如同杀神附体 闪现到了男子面前 男子见状还以为苏北要偷袭 于是一掌拍在了苏北身上 被击伤的苏北不怒反笑 这可是你先动了手 只见苏北缓缓拔出腰间的轻平剑 一招见二 直接披在了男子身上 执法队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先是一愣 他们没想到苏北竟真敢在圣地动手 反应过来后二话不说就要将苏北击拿 苏北则是不慌不忙说道 尔灯也不问问前因后果 就要击拿苏某 我看是急着拿苏某立威吧 下一秒苏北就掏出了昨日圣女赐给他的发簪 见此物 如见圣女 此人偷袭圣地长老 试图抢夺苏某的圣女之物 已被苏某出手斩面 这位队长可有意义 他一个小小执法队长怎敢有意义 吓得他连忙担心跪地认识 这事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道找苏北的声音 她是剑宗雅女剑娘 虽然她无法说话 但在我心里她却是最温柔善良的女人 刚打脸圣地执法队 圣地执法长老就来了 队长见状赶忙起身控诉苏北的罪行 本以为抱上长老这条大腿就能找回场子 谁知下一秒便被啪啪打脸 剑宗苏北勘破其时 获得大荒金交与圣地 特分为圣地第十九任荣誉长老 就连执法长老都主动前来跪舔苏北 长老这时问道 你刚刚说有人在圣地行凶 可有此事 队长连忙解释 都是误会 苏北可不惯着他 拉着剑娘走了过来 我看误会不了 周遭人正颇多 长老何不听个分明 女娃娃莫慌 圣地执法是非论断功力为先 如实说与老夫听听 周围的群众这时站了出来 有长老 那个哑巴姑娘的确付了两千零十 估计是姑娘拿得太干脆 刀疤脸就剑才起意了 若今日不是您来 剑宗恐怕要被圣地王法立威了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过后 柳长老也深知此事 是他圣地处置不周 并会为此做出补偿 更是当街处罚了 那名迅思王法的队长 苏北领走时霸气地说道 我们剑宗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就算是杂役弟子被欺负 本长老也会给你们出头了 看着苏北渐渐远去的背影 柳长老也是感慨万分 天底下真的有对所有弟子 一视同仁的宗门吗 这个苏北说不定 能跟宇文都那家伙合得来 回到驿站苏北 让剑娘好好加油 争口气为那些瞧不起你的人看看 并答应剑娘等表演结束 他要亲自收剑娘为徒 剑娘文言不由落泪 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 这时间的温暖 第二日 圣地宗门开幕式正式开始 只见圣地圣女缓缓走向典礼台 紧接着他的四名保镖也随之出现 台下的苏北也和九师妹 公开秀起了恩爱 这可把身后的肖若勤和莫里 两人极度坏了 另一边在圣地的大街上 一名吴华雀的弟子正在闹事 明明是他吴华雀的人撞了对方 却反过来要让对方赔礼道歉 只因他吴华雀在场的 无意不是金丹七 瞧不起其他宗门弟子 扬言他吴华雀的人 到哪都可以横得走 更是嚣张地说道 这21周修仙路 是给他们这些天才走的 像他们这种实力低微 天赋垃圾的废柴就该滚远点 毕竟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可以修仙的 这是一道声音传来 制止了吴华雀他们的恶行 每当遇见不平视 我们的苏北就会挺身而出 而他的光辉形象 也深入那些二流宗门弟子的心中 就在刚当吴华雀的弟子当街找茬 这也引来圣地长老宇文都的不满 宗门思动 事件极其恶劣 必须严加惩处 随后便询问吴华雀和桃花宗的弟子 可有话要说 吴华雀的弟子率先表示不服 桃花宗受处分是他们的事 他吴华雀凭什么要受处分 见吴华雀的弟子如此嚣张跋扈 如今已是圣地长老的苏北 也打算出手好好教训一下吴华雀的人 这时另一名圣地长老王通也出现在此 并营养起桃花宗弟子 桃花宗被人说两句废物就极了 21周何处不以实力为尊 这点打击都受不了 如何修仙正当 下方的吃瓜群众也没想到能看到两大长老的对峙 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 苏北突然出现 苏某倒是觉得桃花宗没有错 反倒是吴华雀该受处分 气急败坏的王通指责苏北管得也太夸了吧 圣地的是何时轮到他一个建宗长老来管 苏北并没理会他 而是缓缓伸出右手将桃花宗弟子扶起 两宗相撞 桃花宗道歉在先 吴华雀咄咄逼人根本不在意圣地 不在意今日的开幕式 重罚的应该是吴华雀的弟子 王通则让苏北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管好他们建宗那帮废物就好了 苏北文言并没生气 反倒质问起 王通为何老帮吴华雀说话 莫非是收了人家的好处 老者见状连忙出来当起了何时老 他提议不如大家的退一步 也不做处分了 就这样王通带着吴华雀的弟子一脸不爽地离开了 桃花宗的弟子连忙向苏北跪谢 苏北表示他不怜悯弱者 但也不看清弱者 今日为他们出头为得失一份公益 一份天下人人自重 也尊重他人的公益 看到这一幕的李子军也是感慨万分 对苏北也是更加崇拜了 这一世你还没陪人家看过烟火呢 不知还有没有机缘能在寒山中林的那座城隍庙再度相见 就在此时他突然发现南皇金位的伤痕 与上次而冤所次位置如出一辙 难道此人就是袭击他的人吗 这时开幕式终于开始了 苏北让剑娘无需紧张 按平常排练的来就好 林多则在一旁嘲讽苏北 这次剑宗终于换节目了 苏北则是一点不弃 苏某还得替徒儿多谢林长老赠予那一对灵剑 我的徒弟用着可顺手了 气急败坏的林多放下狠话 等上了灯仙台你我二人再论个高低 剑宗的名场面千剑观音他终于来了 如此震撼的开幕式在圣地没有之一 就在刚刚开幕式终于开始 吴华雀的表演也引来下方修饰的吹捧 百人之重剧是金丹不愧是吴华雀 当真恐怖如斯 吴华雀弟子一脸嚣张 这就是我们吴华雀的实力 天资与努力却亦不可 炸天帮表示他们也不差 的确不差 可惜终究只是吴华雀的陪衬 罪务中其一生的努力也不过是天才的起点罢了 台上的一名男子却是有些失望 诸天万戒 道法千变 只问一句 可得长生否 这吴华雀的确不错 下一个宗门是哪家 身旁的侍卫回答 接下来该是剑宗 男子闻言 别又是朝天统一剑就又没了 而接下来便是以剑娘为首的女弟子们的高光时刻 剑宗修仙 为天下祭 为苍生祭 这一剑 便是二十一周的几两 在场众人无不震惊 这剑宗格局打开了呀 天下剑宗 果真只有剑宗配得上天下二字 得到众人的夸赞苏北一脸开心 这时林多却很是不爽的看向苏北 说一千到一万 你苏北收徒还不是挑天资看耕骨 若是不出所料 剑宗登台的弟子应该都是精英弟子吧 苏北淡淡说道 林长老请看 此时剑宗的开幕式已经结束 当参加千剑观音的妹子出现在台上时 东风皇后一眼就发现 那个为首的是剑宗喜剑池的哑巴贱娘 众人见状也是极为震惊 这些妹子脸上都带有一些伤残 这时苏北来到台上 高台百人 并非剑宗精英弟子 却是剑宗精英是要守护的的子 繁入山门 无论跟脚出身 皆为剑宗弟子 剑宗一视同仁 苏北这番霸气的言论 说出了下方无数平凡弟子们的心声 这时矛头直指吴华雀 还说人家剑宗双标 还不是自己做不到 一时间无数弟子开始声讨吴华雀 让其向剑宗道歉 这时林多突然出现 要他吴华雀道歉凭什么 苏北的两个徒弟可有一个是弱者备武 说到底剑宗也不过是做些表面文章给世人看 苏北十分不懈地表示 林长老觉得苏某只会做表面文章 可苏某偏要将这文章做给天下人 苏北竟当众将剑娘收入门下 成为他的清传三弟子 更是和吴华雀定下半年之约 在天下大比时 剑娘届时挑战他吴华雀长老门下 任何一名弟子 原来就在刚刚 苏北做了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要将剑娘收入门下 成为他的清传弟子 苏北询问剑娘可愿拜他为师 剑娘文言感动落泪 在场修士也没想到 苏北居然真收了个哑巴当徒弟 随后苏北向灵多发起赌约 那便是半年之后的 二十一周的宗门大比 以半年之七天下为证 他清传三弟子剑娘 挑战吴华雀的长老门下 任何一名弟子 灵多一脸不解 这苏北想干什么 半年的时间这种废材 怎么可能打赢吴华雀的清传弟子 还没等灵多答应 圣女竟突然出现 表示他二人的赌约就由圣地来见证 别看苏北一脸淡定信心满满 但内心慌的一批 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造化单上 希望能替剑娘逆天改命 走在街上的苏北一直在想 剑娘这柔弱的性子 必须先地改改 不过还好他留了的心眼 只说挑战吴华雀弟子 又没说打赢 就在此时突然有人打断 心事重重的苏北 施主我清云灌内焚香不论场地 皆可不穷必落上打九霄 随后苏北便走进道灌 刚一进来便看到老熟人 没想东皇也在此焚香 随后两人便开始寒暄起来 这时苏北带着一丝疑惑开口问道 东皇兄可有亲生姐妹 东皇闻言亲姐妹自然是有的 苏兄何故有此疑问 苏北于是便将那日在雅底的事情 经过如实相告 东皇一脸无语 为了打消苏北的疑虑 谎称此人应该是他的社妹南基 苏长老不必挂怀 苏北闻言 即便你是南基仙子的兄长 也不能代为决断 更何况是救命之恩 南基仙子虽是杜劫大能 但总觉得有种说不出的夫妻随身 随后苏北便和东皇一起拔酒言欢 苏北更是拿出亲手酿制的 美酒与其供女 东皇无意间的一句 上次为何不见你拿出来 差点暴露他就是南基 好在苏北没有反应过来 上次 什么上次 东皇竟送给了苏北 一枚天地元皇丹当作回礼 这种堪破体制枷锁的宝贝 正好可以给徒弟用上 差点暴露自己就是南基的 东皇连忙找了个借口搪塞了过去 苏北也没多想 毕竟他怎么也想不到 东皇面前的东皇就是他一直苦寻的南基仙子 两人把酒言欢迎施作对好不快哉 东皇也是更加欣赏苏北的文采了 苏北则打去起东皇 要是个女子提亲的怕事都要踏破门槛了 两人也不知喝了多少 苏北询问东皇为何没带皇后一起来 皇后说他去拜访朋友 也不知他在圣地有什么朋友 苏北见状提议去他的住所接着痛意 随后两人便离开了青云关前往苏北的住所 与此同时当萧若晴打开屋门 竟发现来人不是师尊而是林皇后 萧若晴一脸不解 林皇后怎么来了 难道他是特意来找师尊的吗 林锦鱼进屋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苏北可在此处 本宫有要事与他相商 萧若晴和莫里也是一脸猛圈 不知林皇后找师尊有何要事 若是师尊不归 徒弟也可待为转告 也不是什么大事 找苏长老要点东西 见苏北不在林锦鱼连忙起身告辞 可刚要离开便碰见苏北带着东皇回来 苏北见状连忙捂住东皇的眼睛 东皇兄一定是看错了 什么皇后 只见东皇最熏熏的询问林锦鱼为何出现在此 林锦鱼一脸气愤 他没想到东皇居然和苏北这家伙在一起 连忙指着苏北让气不许接近东皇 东皇也是一脸无语 他与苏兄已是之交好友 况且皇后说去见朋友莫非是苏兄 林锦鱼看到苏北那叫一个气 还不是苏北偷了他的一件东西 总不能将杜兜的事情说出来吧 那样他的名声可就全毁了 苏北见状连忙掏出寒潭玲珠珠 这便是林皇后要的东西 东皇看苏北将如此重要的东西相送 于是连忙从长袖中掏出一枚丹药当作回礼 苏兄这是一枚一品天地元皇丹 服用后可堪破体制枷锁 我留着也无用全且谢过苏兄了 看着手中的天地元皇丹苏北是一脸开心 堪破体制枷锁也是个不错的宝贝啊 东皇临走时还不忘邀请苏北登仙台后大家动听见再举 莫黎看着苏北的表情不由快笑起来 看什么看 遇到这种事就要像维师一样机灵 莫黎却隐隐约约觉得林皇后似乎同师尊好像还有某些秘密 莫非师尊这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面对美女徒弟的主动投怀送报 苏北竟直接将其丢出了屋外 就在刚刚苏北刚想解释时 莫黎便率先打断了苏北 师尊 别解释了 解释就是掩饰 苏北见状连忙将莫黎拎了起来 并向旁边的萧若勤辩解 她和林皇后真的一点事情都没有 看着一脸病交的莫黎苏北不由头疼了起来 她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个宝贝徒弟了呢 维师知道你的房心很重 但时间还长 维师一定会多为你着想的 而且以你的天赋 她日终将成为卓尔不群的剑仙 不过你以后变成什么样都不要紧 维师尊重你的想法 此刻的莫黎内心挣扎万分 苏北这家伙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温柔了呢 莫黎见状连忙报警苏北 师尊之前说的惩罚到底是什么呀 苏北麻了 怎么又变回之前的病交模样了 这时萧若琴也将圣城最远处的一把图 给苏北带了回来 苏北没想到自己随便开得玩笑 萧若琴竟还真的给她拿来了 气得萧若琴真想好好教训一下 她这个不着调的师尊 可还不等她动手 苏北便将她抱起 直接将萧若琴丢出了屋外 苏北让她早些休息 自己刚收了贱娘做徒弟 还要带她去置办些东西 萧若琴文言一脸醋意 之前多了个茉莉跟她争风吃醋 现在又来了个贱娘 失尊以后会不会离人家越来越远了呢 苏北也发现了萧若琴有些不开心 也知道她在顾虑些什么 于是当即表示 不管自己以后有多少徒弟 也无人能撼动萧若琴的地位 并嘱咐萧若琴以后要和大家好好相处 现在她要去找你们的三师妹了 明月在带你们去找圣女指点修行 都要打起精神来 半年之后的21周大笔 还等着你们为贱宗找回场子呢 苏北看着手中的发簪 又看了看身旁的贱娘 贱娘你在想什么呢 也没发烧啊 有什么心事都可以同为师说的 殊不知不远处一道黑影 正在默默注视着这一切